第1461张武功家族 我们都已经将流金矿脉让出 对方还不肯放过我们吗 一名武功家族的年轻子弟声音尖色地道 晚了 一切都晚了 现在我们就算让出流金铁矿 两大家族也不会放过我们了 三长老依旧是摇头叹息 他们武功家族败落了数千年 好不容易碰上流金铁矿脉这样一个翻身的机会 他们怎么会轻易放弃 但没想到的是 就是因为他们对流金铁矿脉太过执着 这东西反而成了他们武功家族的催命符 你们快走吧 这是家主的命令 再晚几天 你们就算想走都走不了了 三长老眼中浮现出一抹绝绝之色 连声催促道 见状 那武功千代等武功家族的青年一代 只能是忍住心中的悲凉 准备向着外面走去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 三川岛的上空之中 却是突然有着两道破风声响彻而起 让得那武功家族的众人不由得抬头望天 视线当中 两道人影从半空中飞了过来 却是一对年轻男女 男的是腰间配件 气质略显得飘逸出尘 女的一身红衣 身材玲珑 长得十分美艳动人 就在这武功家族的大门前落了下来 这里就是武功家族 看来我们没有来迟 来人正是凌晨和红叶 前者在落地之后 便打亮了一眼武功家族周围 玄机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看这样子 这武功家族应该还没有灭亡 至少目前还好好的 那还好 我们这几天一刻不停歇地赶路 总算不是再白费功夫 彭叶的翘脸上 也是浮现出一抹动人的笑容 凌晨点了点头 目光这才落在了那武功千代一行人的身上 这些人 应该就是武功家族的人了 不过现在凌晨还不能完全确定 这武功家族是否就是仁皇的后裔 他还要确认一番 才能做出最终的判断 阁下是什么人 那位武功家族的三长老面色警惕地看着凌晨 对方这个时候前来造访 恐怕是敌非友 前辈不必紧张 我是你们武功家族的朋友 凌晨走近了前来 向着那三长老拱了拱手 淡淡笑道 我们武功家族的朋友 这话一出 那武功家族的众人脸上 确实先后都露出了一抹惊诧之色 现在他们武功家族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那些个平日里和他们武功家族称兄道弟的势力 一夜之间纷纷和他们撇清了关系 现在他们武功家族哪还有什么朋友 阁下若是我武功家族的朋友 为何老夫的脑海之中对阁下却毫无印象 那三长老眉头紧皱 反而对凌晨欲发警惕了 我本人和你们武功家族的先祖有些渊源 凌晨如实说道 他是人皇的徒弟 所以他这话是实话 倒并没有说错 阁下莫非是在开玩笑不成 听得这话 那三长老的脸色也是陡然阴沉了下来 他算是明白了 这小子是来专程羞辱他们武功家族的 对方这么年轻 居然说跟他们武功家族的先祖有渊源 这不是羞辱是什么 羞辱 李泰看得起自己了 你们武功家族区区一个二流家族 以我主人的身份 犯得着专程跑过来羞辱你们 凌晨还尚未发话 他旁边的红叶却开口了 似乎是对于这三长老的态度有所不满 当即冷冷地道 混账 还敢出言不逊 此时 一名武功家族的年轻强者终于是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 将腰间的宝剑给拔了出来 一副欲要出手的模样 然而那武功家族的三长老却拦住了他 面色为尘地道 算了 我武功家族以四面楚歌 不可再恕敌人 说吧 他看向凌晨的目光也是一阵闪烁 而后道 你走吧 凌晨闻言 确实感到有些好笑 就在他正要开口解释的时候 那不远处 一阵狂暴的黑风突然从远处刮了过来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道极为张狂的大笑声 沉默人 武功家族的三长老吃了一惊 连忙将武功家族的一众青年一代给护在身后 目光警惕地望着那半空之中 那黑风之中隐约出现的十数道黑影 风魔一族 所有武功家族的人都是心中一尘 那黑风当中 率先献身而出的 赫然是一名身穿黑色忍者服的英勾比老者 老者身形落地的刹那 他的脸上也是布满了极为森然的笑容 目光阴冷地盯着那武功家族的众人 风魔太一 在瞥见那为首的英勾比老者的瞬间 那武功家族的三长老再度眼神俱阵 眼前的来人 竟然是风魔一族的二长老 风魔太一 这风魔太一 可是一尊圣道四重镜的恐怖强者啊 呵呵 看你们这个样子 是想要趁在灭族之前 将这些个年轻种子给外送出去吧 那风魔太一扫了那武功千代等人一眼 确实怪笑了一声 让得武功家族的众人感到一阵头皮发麻 想得到挺美啊 得罪了我风魔一族和尚全家族 还想跑 你们能跑到哪里去 风魔太一的声音陡然一沉 武功家族已经注定了被灭亡的命运 大罗神仙都救不了你们 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你们终究也难逃一死 那武功家族的三长老 神色陡然一阵 脸色难看地道 凡是流一线 风魔一族何必这般斩尽杀绝 哼 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弱者为鱼肉 只有被宰割的份 风魔太一轻蔑一笑 傲然道 这片地域归我风魔一族主宰 更何况 我们不是没给过你们机会 既然错过了机会 那么就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你们放心 今天我不是来取你们性命的 我只是来告诉你们 你们武功家族的人 还有三天的活命期限 三天之后 我们风魔一族和尚全家族的强者 就会踏足这里 那个时候 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死骑了 风魔太一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残酷的笑容 在银州各大家族之间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那就是在家族之间爆发战争的时候 强大的一方必须要提前告知弱小的一方 让后者可以有时间召集自己在外的族人 拼尽全力一战 第1462章血脉波动 他今天前来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 来履行这个规矩的 不然 他们早就动手 直接灭了武功家族 这对于风魔一族的尚全家族而言 根本不需要费吹灰之力 但是在强大的家族 那也必须要按规矩办事 否则 就会引起其他家族的不满 不过风魔太一觉得 这条规矩很有意思 他就是想要看看 这些武功家族的人 在知道自己必死之后 脸上会是什么样的恐惧表情 一定非常精彩 在风魔太一的话音传开之后 整个武功家族的众人 皆是一脸的悲意 在得知了三天之后就会遭遇灭顶之灾 整个家族都会彻底被抹杀在这个世上 然而他们却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等待死亡的到来 这种痛苦 寻常人根本难以忍受 可恶啊 难道是天要亡我武功家族吗 那武功家族的三长老忍不住仰天一声长叹 他一拳打在附近的一座石狮上 生生地将那一座石狮子给轰裂开来 哼 我们走 风魔太一的嘴角掀起了一抹讥讽之意 旋即转过身去 对着身后的一群风魔忍者挥了挥手 显然是准备离开此地 就在这时候 那位武功家族的三长老 却是猛然抬起头 那双眼之中 猛然蹦射出一抹惊人的寒意 嗖 破风声突然响彻 那位武功家族的三长老 身体直接化为残影 向着风魔太一的背后抱射了过去 在身形暴掠而出的同时 恐怖的拳净在这三长老的右拳上汇聚起来 膨胀成了一道巨大的真气铁拳 悍然袭向了那风魔太一的后心位置 然而对于这武功家族三长老的突袭 风魔太一非但不惊 嘴角挂着的讥讽之意反而欲发地浓郁 就在对方那拳净即将命中他身体的时候 他默然抬起手掌 只见的一阵可怕的风眩 在他的手掌间飞速席卷开来 而在风眩形成的瞬间 风魔太一也是猛然转身 然后一掌打了出去 哼 不偏不倚 那三长老的拳净刚好打在了风魔太一 手掌的风眩之上 原本狂暴无比的全境 却是在那风眩之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化解开来 不过十几个呼吸的时间内 便是气势全消 烟消云散 什么 那武功家族的三长老眼瞳默然一缩 露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找死 风魔太一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森寒之意 而后他的手臂一颤 他手掌之间的风眩 便猛地彻底爆发了开来 就像是一个吸盘一样 将三长老的拳头给生生地吸附住了 根本动弹不得 不好 三长老面色一变 想要收手但为时已晚 只见的风魔太一手臂突然一转 下一刻 弄擦一声脆响 三长老的整条手臂便被生生地扭断了开来 再废掉了那武功家族的三长老 一条手臂后 风魔太一又是一掌狠狠地拍在了三长老的胸口 将后者的胸骨全部震碎 生生打飞了出去 三长老 那武功千代等武功家族的青年一代 纷纷是冲了出来将那位三长老给扶住 然而后者身体才刚撑起来 却紧接着又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脸色淡金一片 气息萎靡到了极点 实力差距太大了 武功千代咬了咬银牙 三长老可是一位胜到二重镜的强者啊 是他们素来敬重的强者 居然在这风魔太一的面前如此地不堪一击 一招就被秒杀 遭受了这般重创 奄奄一袭 狗杂种 跟他们拼了 武功千代拔出了腰间的长剑 一剑刺了出去 随着他的一声怒喝 那十数名武功家族的青年强者也是纷纷冲了出去 一个个满腔怒火地攻向了风魔太一 无知的蝼蚁 风魔太一冷笑了一声 他甚至连动都没动 只是袖袍一挥 一道狂暴的黑色镜风便陡然席卷了开来 将所有面前的人影全都笼罩住 扑扑扑扑 眨眼之间 那愤怒攻击而来的武功千代等十数人 便纷纷倒飞了出去 一个个口吐鲜血 浑身遍体鳞伤 重伤倒在地上 发出阵阵的哀嚎 然而在那倒地的人影当中 却有着一道倩影用剑称帝 从地上站了起来 让得凌晨都是眉毛一条 承受了这风魔太一的一击 竟然还能站得起来 想不到这武功家族的青年一代中 还有这种出色的人物存在 老狗 我和你拼了 武功千代浑身血迹 身上的鲜血从身体各处滴滴答答倘落而下 他的双眸却直勾勾的盯着风魔太一 意志极为坚定 然而在如此绝境之下 他衰弱之极的身体 却是在突然之间 爆发出了一股极为强横的气息波动 这股波动 怎么可能 风魔太一面色一变 他不敢相信 这个小辈的体内 竟有着如此强横的一股气息 感受到这股突如其来的波动 连凌晨都是大吃了一惊 这股波动中似乎夹杂着一股极强的压迫 在这一瞬间 这武功千代仿佛变得高大起来 如同上位者 虽然修为上还差得远 但是气势上 却仿佛真就具备了几分王者的风采 这武功千代明明连圣者都不是 体内怎会突然有这么一股波动释放出来 这股强横的波动 并非是来自于这武功千代的修为 而是来自于后者的血脉深处 这是一股血脉力量爆发的波动 就在这时候 人黄的声音 也是陡然在凌晨的脑海中响彻了起来 带着一丝惊喜之意 是本黄的血脉气息 这武功家族 的确是本黄的后人 听得这话 凌晨方才恍然大悟 这就是治强者血脉的影响力 一旦武者修炼成了治强者 那么他的后代 便拥有了治强者的血脉 即便人黄离开了天元大陆数千年 但是他的后代 却依然拥有他的血脉 即便是被稀释了这么多代 但治强者血脉的威力 仍不容小觑 而刚才这武功千代身上爆发的 出来的气息 正是任黄智强者血脉的波动 找死 就在这时候 风魔太一的眼中也是杀意涌动 虽然他不知道这股波动的来历 但他哪管这么多 从这股波动中 他感受到了浓浓的威胁 这就足够了 So 他的速度达到极致 便是掀起了一阵黑风 杀向了武功千代 一爪向着他的天灵盖抓了过去 这种祸害 岂能留着任他肆意成长 要死了吗 武功千代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绝望之色 然而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 一道身穿红衣的倩影 却是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让得武功千代愣了愣 这红衣倩影 不就是刚才那个口出狂言的家伙 身边的那位侍女麻 这女人要干什么 难道她想要替自己挡枪 可这跟送死有什么区别 来的可是风魔太一啊 他们会一起被对方秒杀的吧 第1463张红叶出手 见到突然出现在前方的红叶 风魔太一先是一愣 玄疾脸上也是迅速浮现出一抹森然之意 冷喝道 又来一个送死的 既然这么想死 本作就成全你 速度丝毫不减 风魔太一反而加快了速度 眼中杀意沸腾 那一道抓向武功千代的手爪漠然暴涨 生生地膨胀了一倍不止 速度也大大提升 武功千代已经看不清风魔太一的人影 而在他看清楚的时候 风魔太一已是一抓猛抓而来 那等架势 似乎是要将他和红叶的身体一举贯穿一般 然而面临着风魔太一如此狂暴的攻势 红叶的嘴角 却反而是掀起了一抹淡淡的弧度 就在武功千代准备要闭上眼睛 迎接死亡命运的时候 忽然间 从红叶那看似娇弱的身体里 一团森白的火焰圈突然飘散而开 从那森白的火焰圈中 一股恐怖的波动席卷而出 下一刻 一只巨大的白骨手掌 从那森中猛然叹了出来 一把向着前方悍然轰了出来 什么 突如其来的白骨巨手 让风魔太一大吃了一惊 然而他此时想退已经来不及 当即眼中漠然闪过一抹绿色 手爪怒轰而出 砰 惊人的碰撞声响车而起 下一刻 卡擦一声 风魔太一的手爪陡然扭曲了起来 竟是在那一道白骨巨手的轰击下 声声地被打得手骨断裂 惨叫一声 风魔太一整个人倒退了出去 他目光惊骇地望着已经不成形状的手爪 他的指关节几乎全部都被折断 右手手掌完全报废 这个看似柔弱不堪的小女子 竟然能施展出如此恐怖的手段出来 那武功家族的众人皆是吃了一惊 特别是那三长老 更是目瞪口呆 风魔太一是何许人也 那可是风魔一族的二长老 修为早已达到了圣道四重镜 而眼下竟然被这年轻女子给一招击退 惨败而回 这红衣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 武功千代同样是张大了小嘴 看着红叶 脸上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对方年纪应该和她差不多大吧 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 刷 这时候 凌晨也是身形轻轻一略 就好像是一片柳叶一般 在那风魔太一面前不远处的位置 落了下来 主人 红叶向着凌晨微微躬身 听到主人两个字 武功家族的众人仿佛实话 这红衣女子如此变态 居然才是这家伙的仆人而已 仆人都这么强 那主人呢 武功千代目光忍不住望向了前方 依旧是风轻云淡 衣昧飘飘的凌晨 她几乎要窒息了 你们是什么人 风魔太一眼神有些骇然地望着红叶和凌晨二人 她堂堂胜道似重镜的强者 竟然会败给一个红衣小姑娘 这两人 究竟是什么身份 回去告诉风魔日藏 三天后 你们风魔一族的人都不必来了 凌晨并未回答风魔太一 只是淡淡地看着瞥了她一眼 因为这武功家族 我保下了 你保下了 风魔太一先是眼瞳一缩 旋即便仰天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容显得扭曲而疯狂 而后她眼神陡然一沉 道 还真是敢说啊 你们两个乳秀未干的小辈 还真以为我风魔一族是你捏得不成 他们风魔一族可是赢周有数的几个一流家族之一 势力庞大 强者众多 而眼下凌晨和红叶不过是两个小辈 竟敢如此口出狂言 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 红叶冷冷一笑 你们风魔一族是不是你捏得不知道 但你们风魔一族的大长老 却不过是我主人的手下败将而已 哈哈笑话 风魔太一一脸不幸 风魔日藏是什么实力 后者恐怕生平也就败给过那么几个人 那些人 每一个都是迎周赫赫有名的强者 其中根本就没有如此年轻的一号人物 等等 风魔太一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风魔日藏前不久在一世神功之中 的确输给了一个年轻的家伙 那个叫凌晨的小子 他猛地抬起头 目光落在了眼前这位年轻人的身上 难道说 眼前这家伙 竟就是凌晨 想到这里 他便再也笑不出来了 这小子怎会出现在这里 风魔太一眼盲闪烁不定 他此行来三川岛 不过就是来耀武扬威一番 享受一下武功家族这些人恐惧的眼神而已 怎么就偏偏撞上了这尊温神 凌晨这个名字 对于现在的风魔一族来说 就是个温神 能够制得了此子的 恐怕也就只有他们风魔一族的族长了 他是绝对没有这个能力的 还不走 阁下是想留下来做客吗 凌晨眉毛一挑 淡淡地道 撤 风魔太一面色一阵巨变 立刻对着身后的一群风魔忍者挥了挥手 便是陡然身形拔地而起 化为一阵黑风掠上了半空 不过他的目光 却是剧烈闪烁着 凌晨实力是强没错 但这次要出手对付武功家族的 可不只是他们风魔家族 还有上全家族这个一流家族 凌晨就算实力再强 在荧州也是孤家寡人 是丹利孤 他如何能和两大一流家族对抗 不知死活的小子 这一次 就让我们风魔一族 彻底把你收拾了吧 风魔太一眼中默然掠过一抹寒意 他的身形 也是骚然加速 迅速消失在了那半空之中 眼见的那风魔太一等人狼狈而退 那些武功家族的年轻子弟 也是纷纷松了一口气 悬挤他们一个个街市看向凌晨 眼中浮现出一抹匪夷所思的神色 他们都知道 这风魔太一等人的撤退 全是因为忌惮此人的缘故 凌晨一人 就震退了风魔一族的十数名忍者 其中还有风魔一族的二长老 风魔太一 这是何等的雄风 何等的威士 那名武功家族的三长老 以及之前那名想对凌晨出手的年轻强者 更是脸色一阵轻一阵白 他们之前 可还以为对方是来捣乱的 没给凌晨好脸色看 度谢前辈出手搭救 武功千代翘脸凝重 向着凌晨抱了抱拳 面露感激之色 虽说凌晨不过是同龄人而已 但是在天元大陆上 实力为尊 凌晨实力强 那便就是前辈 无论年龄大小 第1464章救命稻草 我主人之前已经说过 他是你们武功家族的朋友 只是你们有眼不是泰山罢了 彭叶瞥了那武功家族的众人一眼 冷冷地道 他到现在都有些不理解 凌晨为什么要出手帮助这武功家族 不过既然这是凌晨的决定 他自然不会多问 听的这话 那三长老也是不由得苦笑了一声 这件事情 的确是他们的错 眼下这个时期 他们已是四面楚歌 谁能料到 在这种节骨眼上 竟然还会出现救兵 彭叶 不可造次 凌晨淡淡地道 是 主人 彭叶真了真首 这封魔太医这次回去 恐怕不会轻易善罢甘休 那武功家族的三长老忧心忡忡 三日之后 封魔一族和尚全家族的大军就会到来 到时候 恐怕是一场天大的浩劫 凌晨摇了摇头 你放心 救人救到底 我既然来了 那武功家族的命运 便和我一体同命 我凌晨 会与你武功家族共存亡 这话一出 所有武功家族的人皆是眼睛一亮 甚至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凌晨和他们武功家族到底有什么渊源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 对方居然会为他们武功家族做到这种地步 什么 凌晨 你就是凌晨 突然间 那武功家族的三长老猛然抬起头 反应了过来 眼中的惊骇之意涌动到极致 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凌晨是谁 武功家族的那些年轻一代一时半会都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仅仅也是刹那间 他们便默然反应了过来 两眼瞪大地看向了凌晨 凌晨这个名字 无疑是最近整个云州名头最为响亮的名字 剑挑封尖家族 闯剑狱第十五层 破青年一代记录 入一世神宫 得云中军传承 拜风谋日藏 明镇银州 这一桩桩的事情 听上去都极为震撼 即便他们都没有见过凌晨的真面目 但是对于后者的名声 却是印象极为深刻 凌晨 是目前青年一代的标杆人物 没想到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竟然就是凌晨 敢问凌晨兄弟 阁下和我们武功家族 究竟有何渊源 三长老想破了脑袋 也不记得什么时候武功家族和凌晨有交情 只能有些疑惑地问道 凌晨淡淡一笑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请进 三长老面色立刻凝重起来 向着凌晨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凌晨和红叶随即走进了武功家族的大门之中 武功家族建筑群的最中央 有着一座灰红的建筑 此处正是武功家族的议事大厅 如今这座议事大厅中 早已是人满为患 整个武功家族的高层 都已是汇聚于此 如同遭遇了千年一遇的隆重大事一般 这一切 都是因为凌晨的到来 如今的武功家族 已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当中 人心惶惶 而凌晨的出现 无疑是给武功家族的众人带来了希望 虽说一个凌晨的出现 恐怕依旧很难能和风魔 上全两大一流家族相对抗 但这种时候 哪怕是只有一根救命稻草 他们都要拼命抓住 而凌晨 无疑就是他们武功家族 唯一的那一线希望 议事大厅内 武功家族仅存的高层和精英子弟齐聚一堂 大概有着这二三十人的样子 这些人 是武功家族仅存的精锐 至于其他人 要么是早在之前的争斗中已经殒命 要么 则是早就已经提前听到风声脱离家族逃走了 如今这里的 是武功家族仅存的硕果 此时 在那一时大厅的主座上 赫然是坐着一名两并法白的中年人 此人 便是武功家族的当代家主 武功守贺 其实武功守贺这个家主 也是赶鸭子上架 本来这个家主位置是轮不到他的 但是因为前任家主在知道武功家族毕灭之后 便提前叛逃了 所以这家主之位才落到了他的身上 本来武功守贺能做的 也就是赶紧将家族中的年轻一代送走 不能断了武功一族的传承 然后便和那封魔上全两大家族战斗到底 等着和武功家族一起灭亡 不能赴了武功家族的列祖列宗 起料这个时候 竟然出现了一个凌晨 令原本几乎已是绝望的局面 生生地带来了一丝的曙光 凌晨兄弟 如何会认识我们武功家的先祖 主作之上 武功守贺目光凝重地望着凌晨 虽说现在他们这些武功家族的人 早已都将凌晨视为救星 但对于凌晨的目的 他们还是要摸清楚了 似乎是怕凌晨因为人多的原因而避讳 武功守贺接着说道 凌晨兄弟有话可以只说 这里都是信得过的人 听得这话 凌晨也是点了点头 也不再犹豫 便是站了起来 眼神唯唯一拧道 你们应该知道我的来历 我并非盈州之人 而是来自于九州 而想必你们也该知道 你们武功家族的先祖并不姓武功 而是姓夏 并且他们也和我一样 都是来自于九州大帝 什么凌晨这话一出 那一世大厅之中 也是顿时掀起了一片惊讶之声 包括武功千代在内 很多武功家族的年轻一代 甚至于高层 都是面色极为惊恶 不明白凌晨在说些什么 连那武功家族的家主 武功守贺 都是一脸的茫然 显然对于此事并不知情 对此 凌晨都是有些意外 这些武功家族的人 竟然都不知道 自己先祖的来历了吗 其他人不知道不要紧 怎么连这武功守贺 这个当家主的都不知道 我们武功家族的先祖 是姓夏没错 但是没听说过是来自于九州啊 我武功家族 乃是银州少有的具备数千年历史的古老家族 论古老程度 连宫本北川这种悠久的家族都无法相比 怎么可能是来自于九州呢 是啊 会不会是搞错了 大厅之内议论纷纷 听的这些议论 凌晨也是不由皱起了眉头 哪有自己家的高层 都不知道自己家族历史的 难道说 真的是他弄错了 绝对没错 就在这时候 人黄的声音陡然在凌晨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先前那小姑娘释放出来的血脉波动 与我一脉相传 她肯定是我的后人 好吧 听了人黄这话 凌晨这才安心了一些 不过同时也是不由得暗暗摇了摇头 人黄当年是何等威风 四海沉浮 蛮荒跪拜 整个天下 都拜扶在她的威严之下 想不到数千年过后 她的后人 竟然沦落到了这种地步 连自己的祖先来历都不知道了 这也太可悲了 第1465章一片沸腾 你们武功家族的先祖 乃是一位顶天立地 了不起的大人物 面对着那人群中十分嘈杂的议论声 凌晨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 令得那些议论声迅速地平息了下去 她曾经统一过整个天下 九州 四荒 蓬莱 都在她的掌控之下 后来她更是成为了第一位破碎虚空的至强者 凌晨的眼中默然闪过了一抹金光 她 就是人皇 听得人皇二字 所有武功家族的人都是吃了一惊 人皇之名 谁人不知 哪怕他们是盈州人 也知道这位曾经君临四海八荒的至强者 只是这样的一位至强者 高高在上 距离他们和其遥远 怎么会是他们武功家族的先祖呢 不少人皆是摇了摇头 不太相信凌晨所说 这位小兄弟说得没错 就在这时候 从那一世大厅之外 却是有着一道十分苍老的声音传了过来 大厅的门口 赫然有着一名身形略险扣楼 白发苍苍的麻衣老者 走了进来 贴见那走进大厅的麻衣老者 凌晨也是不由得眼神为宁 这麻衣老者的气息 竟是达到了圣道五重镜的地步 未免让他有些意外 想不到这已经几乎是人走茶凉的武功家族当中 竟还有这等修为的强者存在 太上长老 在见得这麻衣老者的刹那 那位于主座上的武功守贺 也是连忙起身站了起来 想不到 这世上除了老朽之外 还有其他人知道这个秘密 麻衣老者一步步走进了大厅 随后目光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带着一丝惊异之色 什么 太上长老的意思是 凌晨说的是真的 这一下 就在这大厅中掀起了轩然大坡 难道说 他们的先祖 竟真是那位顶天立地的至强者 曾经叱诈风云 君临天下的人黄不成 这是我们武功家族历代相守的秘密 由每一代家主之间 代代相传 没有其他人知道 麻衣老者看向了主座上的武功守贺 接着说道 本来上一代的家主该将这个秘密传给你的 但可惜他叛逃了 根本没来得及将这个秘密告诉你 便逃离了武功家族 今天 我武功家族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 与其让这个秘密彻底被埋没 倒不如让你们都知道自己是至强者人黄的后裔 这话一出 也是立马引爆了大殿中的气氛 所有武功家族的众人 在经历了一阵难以置信的震惊之后 都是一个个热血沸腾 他们想不到 自己竟真是那位至强者人黄的后裔 他们原本就以为已经武功家族的祖辈很辉煌了 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辉煌百倍 我们是至强者人黄的后裔 身上流着人黄的血脉 哪怕是足灭人亡 我们也一定要守着这份荣誉而死 大麻衣老者神色激动地道 太上长老说得对 我们是人黄的后代 就算是战死 也绝不能给他老人家丢面子 封魔一族 上全家族的砸碎尽管来吧 咱们和他们干到底 死也要咬下他们一块肉来 没错 我武功家族不能就这么灭亡 就算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也要让家族绽放出最后的光辉 一时大厅之中 你一言我一句 哪里还有之前的默契沉沉 一个个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斗志昂扬 战意沸腾 这才有点像样 这时候 凌晨的脑海中也是浮现出了人黄的声音 似乎对于眼前这般情形 也是十分满意 再怎么落魄不要紧 身为我仁皇的后裔 最不能施的就是骨气 哪怕是死 那也要站着死 绝不苟且偷生 凌晨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眼中有着一丝光芒闪动 这些人的斗志已经起来了 到时候和那两大家族一战的时候 应该不至于会是一盘散沙 只是这武功家族的顶尖强者太少了 就一个太上长老实力不错 其他人 就连武功守贺这个家主 都仅仅只有圣道二重径的修为 这点修为 根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虽然是家族势力之间交战 但最关键 看的还是顶尖强者的交锋 如此看来 武功家族几乎处于被碾压的状态 根本不可能是风魔和尚全家族的对手 不过凌晨既然来了 那他便无论如何要试试 是在人为 能否扭转这般局面 为武功家族争的一线生机 此时 在那营州东南部地狱 出云神社当中 宽阔的神堂之中 黑泽秦明正律着众多神官 巫女进行祭祀 突然间 一道急促的破风声响彻 下一刻 一道人影匆忙地从神堂外面闯了进来 打破了神堂的安宁 黑泽秦明皱起了眉头 他偏过头看去 只见得那神堂外面 赫然是有着一名黑衣 看着急急忙忙地冲了进来 却正是那土域门 见到土域门如此心急火料地闯进了神堂 黑泽秦明也是眼瞳唯唯一缩 难道说是凌晨那边有机会了 一念即死 他也是立刻从葡团上站了起来 然后挥了挥手 让那些神官巫女纷纷毁避 待得所有人都出了神堂之后 土域门这才脸色大喜地看向了黑泽秦明 咧嘴笑道 黑泽大人 大喜事啊 那个凌晨 他离开北川家族了 哦 黑泽秦明眉毛一条 但玄机眉头又皱了一下 不过 我们的准备还不够充分 现在动手 怕是还有些仓促 这次对凌晨出手 黑泽秦明的想法是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就要置凌晨于死地 让后者不会再有翻身的机会 不仓促 一点都不仓促 土域门连忙摇了摇头 现在可是杀死这小子的最佳时机了 要是错过怕事就没下次了 是吗 黑泽秦明眼睛陡然一亮 土域门点头一笑 那小子似乎丝毫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处境 他居然还敢出现在三川岛 帮一个什么叫做武功家族的二流家族 公然和封魔上全两大一流家族相对抗 我刚得到消息 两日之后 封魔和上全两大家族的大军就会踏足三川岛 到时候肯定免不了一场大战 这凌晨一人之力 如何会是两大家族的对手 他必败无疑 而咱们神社 正好可以坐收羽翁之力啊 听完土域门这一席话 黑泽秦明眼中的光芒也是迅速闪耀了起来 他的脸上 也是随即浮现出了一抹灿烂的笑容出来 好好啊 想不到这小子这么爱做死 黑泽秦明的笑容略显森然 若他是凌晨 现在肯定会选择直服一段时间 如履薄冰 根本不敢弄出大动静来 而凌晨却正好相反 刚消停没几天 就又有了这般大动作 这真是找死啊 拳击他的眼中默然闪过一抹灵力之意 如此送上门来的机会岂能错过 立刻通知下去 让众人做好准备 即可开拔 目标三川岛 第1466章大军到来 三川岛 武功家族 一座木屋之中 凌晨盘坐在木床之上 他的身体表面 仿佛镀上了一层黄金一般 远远看去 金灿灿的一片 闪闪发亮 那一层皮肤之上 赫然是涂抹了一层金色的药膏 一股极端强横的波动 从那旗上弥漫了开来 这金色的药膏 正是凌晨在医式神功中 获得的圣体膏 圣体膏敷在凌晨的身上 一股十分磅薄的药力 在凌晨的身体表面涌动开来 然后顺着凌晨的毛孔 涌入了凌晨的身体内部 随着这般霸道的药力入体 在身体内扩散开来 对身体的每一处血肉肌肤都进行滋润 从医式神功之中 凌晨获得了足足七八十平圣体膏 眼下仅仅是用了不到三分之一而已 不过凌晨的圣体 在这么多圣体膏的滋润下 也是逐渐递达到了一阶圣体的极限 如此多的圣体膏 若是给寻常的圣者使用 只怕早就已经突破好几阶圣体了 也就只有凌晨这种怪胎体质 这才需要消耗如此多的圣体膏 来提升自身的圣体等级 时间 一点一滴飞速流逝 然而 此时的外界 却已热闹了起来 三川岛原本只是个弹丸小岛 而今时今日 却早已是被战争的阴云所笼罩 在那天际之上 轰隆隆的响声传荡开来 只见得在那天空之上 赫然有着几艘庞大的飞行战船 从那空中轰隆的行驶而过 其中一座黑色的战船上 那战船之上 早已是人满为患 那甲板上黑影绰绰 一道道风魔一族的身影浮现了出来 释放出一道道阴冷而强横的气息 那风魔日藏 风魔太一等风魔一族的顶尖强者 都是赫然出现在了这里 原本这座三川岛上 根本就没有能让风魔一族忌惮的人物存在 但是现在 情况却不一样了 所有风魔一族的强者却都是面色凝重 因为如今这三川岛上 已是有着一人 让他们心怀忌惮 这个人就是凌晨 这个小子 明知这武功家族和我风魔一族仇怨已不可化解 竟然还帮助这武功家族 看来是铁了心要和我们风魔一族作对了 凌厉的黑影当中 有着一道年轻却略显得阴质的面孔显露了出来 却正是风魔十三 提到凌晨两个字 他的眼中 也是陡然掠过了一抹阴冷之意 自从凌晨在一世神功中 依次击败他和风魔日藏之后 对于凌晨 他便有种极端的嫉妒和仇视 虽说同样是青年一代 但是对方和他之间的差距 无疑已是到了不可弥补的地步 哼 这小子仗着自己有点实力 如今早已经目空一切了 他以为有他一个人在 就能保住武功家族 根本不把我们风魔一族给放在眼里 视我族为无物 在那旁边 又是一道黑影开口说话了 却正是之前前来三川岛传达消息 却在红叶手上吃了大亏的风魔太一 越是自大 就死得越快 这小子太膨胀 看来是活不长了 风魔日藏眼中僧寒光则闪烁不止 在神宫遗迹中败给凌晨 是他毕生的耻辱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他都抬不起头来 此行前来 他怀着的一个重大目的 就是要亲手斩杀凌晨 以血前耻 毕竟是个年轻人 不知道天刀地后也是正常的 不过本作可没尖功夫陪他玩 此行便彻底将他终结吧 顺便将他身上云中军的传承也移道取了 突然间 人群终让开出一条道来 从那风魔一族的人马当中 走出来一名脸上布满着青色纹路 面色阴厉的中年人 中年人看上去相貌有些猙獰 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更是比其他人都要生生地强出一个层次 就连风魔日藏 在这青面中年人的面前 都要甘拜下风 神色恭敬 此人便正是风魔一族的族长 风魔天川 有家主亲自出手 此事必是首到擒来 风魔日藏等三人的脸上皆是浮现出一抹冷笑 这次有风魔天川这尊圣道六重镜的爵士强者出手 灭掉区区一个武功家族 简直是轻而易举 他们倒要看看 凌晨对上风魔天川 还怎么狂 来了 半空中的飞行战舰的出现 也是立刻惊动了那下方的武功守贺等人 他们目光望着那靠近而来的飞行战舰 眼中也是浮现出一抹金光 这两大家族的人马 终于还是来了 启动宗族大阵 就在武功家族的众人心中略有些惊慌的时候 那名麻衣老者走了出来 向着武功家族的众人一声抱喝 在他的喝声传开的刹那 那武功家族的众人也是仿佛瞬间有了主心骨一般 纷纷抱射开来 各就各位 略到了自己应该在的位置 很快 一座将整个武功家族笼罩的守护阵法便被撑了起来 在众人的头顶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半圆光圈 呵呵 这么个破阵法 就想阻拦我等 未免太看不起人了 在风魔一族另外一侧的飞行战舰上 赫然有着一名名妖配武士长刀的强者 他们为首的一人 是一名身穿灰色武士服的中年剑客 他身上所焕发出来的气息之强大 不比风魔天川逊色 此人 便是当今营州有名的顶级剑豪 尚全家族的家主 尚全异性 不远处 风魔天川的目光投射了过来 和尚全异性二人交换了一个眼神 而后二人身形陡然移动 犹如两只大雁一般 从那半空中飞落而下 嗖嗖嗖 而在他们身后 密密麻麻的上全家族和风魔一族强者 立刻也是纷纷暴虑而出 那等威势 犹如蝗虫过境一般 向着武功家族飞了过去 然而此时 在那武功家族的深处 一座木屋当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凌晨体表的金色光纹 陡然是蠕动了起来 而随着那最后一丝圣体高的药力 进入凌晨的体内 凌晨体表的金色光芒 也是彻底收敛了起来 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但是下一刻 凌晨身上的肌肤 便陡然是涌起了一层耀眼的黄金光泽 而伴随着光芒闪耀而起的 还有一股无比磅薄的力量波动 陡然蔓延而开 刷的一下 凌晨睁开了眼睛 他的手掌缓缓抬起 一股极为强横的力量 在手臂之间缓缓流动 散发出一种充盈之感 第1467章实力悬殊 这便是二阶圣体的强度麻 凌晨眼睛微微一亮 他能够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 就像是脱胎换骨了一般 不仅仅是防御 力量 整具身体的各方各面都提到了提升 就连眼力 听力和感知力都上了一个新台阶 圣体的提升 程度不亚于修为 凌晨没想到 在这临近大战的时候 竟然还能将圣体提升一阶 倒是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通龙 就在这时候 整座大地突然剧烈震战了一下 仿佛是地震了一般 让得凌晨面色微微一变 难道说 战争已经打起来了 红叶 凌晨向着木屋外唤了一声 枝呀 木门被推了开来 红叶走了进来 向着凌晨微微拱手 主人 你修炼结束了 凌晨眼神微微一鸣 外面怎么了 可是风魔一族和尚全家族的人到了 已经到了 他们正在攻击武功家族的宗族大战 想必用不了多久 便能攻破进来了 红叶针了针手道 已经来了马 凌晨眼瞳一缩 而后起身向着木屋外面走了过去 眼中同时闪过一缕金光 道既然如此 那便好好地去会会这些家伙吧 说吧 凌晨的身影已是消失在了原地 留下一道残影在木屋门口 彭叶也是脚掌一点 便第一时间跟了上去 砰砰砰砰砰 在风魔一族和尚全家族两大势力的强者狂攻之下 整座武功家族的宗族大阵剧烈闪烁起来 多处地方扭曲变形 出现了丝丝的裂纹 显然有着支撑不住的迹象 不少武功家族的强者皆是口吐鲜血 身上带伤 毕竟他们的气息和这座宗族大阵是相连的 这座宗族大阵连续遭到重创 他们自然也会受到累积 身体受创 家主 那位凌晨前辈 他还没出来吗 眼见得宗族大阵一副遥遥欲坠 行将崩溃的样子 那武功千代忍不住看向了旁边的武功守贺 这种时候 凌晨竟然还没有出现 若是带会阵法被攻破的话 恐怕顷客之间 灭顶之灾就会降临在他们所有武功家族的人头顶上 武功守贺文言 也是不由得向着那宗族的深处地狱望去 然而那里却并没有任何的动静 面色唯唯一沉 道 好像还没来 怎么还不来 不会是走了吧 一名武功家族的强者脸色苍白地道 别胡说 如果他真要走的话 之前又何必帮我们击退风魔太医 说话的是武功家族的三长老 听得这话 他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对着那名强者力声赤道 先前那风魔太医可只有十数人 但现在来的可足足有上千人啊 还都是那风魔异族和尚全家族的精英 连风魔天川和尚全异性这两大家族的家主都亲自出马了 看到如此强大的阵容 换作是任何人 恐怕都会丧失斗志吧 那名强者咬着牙关道 这话一出 连三长老都是沉默了 他的目光 望着那天空中几乎犹如黑蝗蟲般的人影 心中顿时泛起了一阵悲凉之意 若灵晨真在这个时候离开了武功家族 那整个武功家族这次就真的完了 而且是死无葬身之地 先不管别人如何想 我们先做好自己的事情 武功守贺的眼中闪过一抹金光 道 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 就算是死 咱们也要死得轰轰烈烈的 死也要从这两大家族的身上咬下一块肉来 才不负了先祖的英明 那三长老等人闻言 立刻皆是斗志焕发了起来 武功守贺说得对 他们既然已经下了必死的决心 又岂能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凌晨的身上 今日就算是死 他们也要捍卫他们身为人皇后代的荣耀 和这两大家族火拼到底 哄 就在这时候 那半空中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 下一煞在那一道道惊诧无比的目光中 那一道捍卫整座武功家族的宗族大阵 陡然是被轰出了一个大洞 然后寸寸崩溃了下来 化为无数的星星点点洒落而下 扑斥在阵法被攻破的刹那 上百名武功家族的强者皆是吐血倒飞了出去 细细萎靡 丧失了再战之力 完了一股绝望之意 在绝大多数武功家族强者的心中浮现了出来 这座宗族大阵是他们的最后一道屏障 如今被攻破了开来 那他们便完全曝露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 再无闲可守 想不到破阵居然花了这么久 这武功家族虽是区区二流家族 但倒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啊 风魔天川的身体 落在了武功家族筑地内最高的一座建筑上 他望着下方那一名名武功家族的强者 嘴角却也是浮现出了一抹森冷的弧度 尚全异性的身体同样是落在了一座房屋的顶端 他的目光打亮着周围 似乎是搜寻着某个人的身影 但是却并没有结果 怎么你说的那个凌晨小子 好像并没有出现呢 该不会是提前得到消息 逃走了吧 逃走了 风魔天川眼瞳一缩 他也是连向着四周望去 并未看到凌晨的人影 不由得面色阴沉了起来 他这次来 可是有很大一部分目的 是想要顺便斩杀了凌晨 夺取后者身上云中军的传承 想不到凌晨却临阵脱逃了 让他难免有些惊悶 既然那小子不在 那也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尽快解决掉吧 深吸了一口气 风魔天川的眼中闪烁着寒光 冷冷地道 动手 尚全异性只是对着身后挥了挥手 然后一道满含着杀意的话音 也是陡然传了开来 斩草药除根 不要留下任何活口 是 得到命令 那一名名声穿着光鲜的甲咒 气息凌厉而强大的尚全家族剑客门 便是纷纷动身 准备展开杀戮 而那风魔异族的人者 则也是先后消失在了原地 施展各种盾数 杀意弥漫 面对着如此阵仗 不少武功家族的强者都是感到头皮发麻 武功家族毕竟只是个二流家族 这般实力差距 还是太过于悬殊了 满着 就在一场惊天的血战即将展开的时候 一道略显得有些沙哑的苍老声音 却是陡然响了起来 令得那风魔天川和尚全异性皆是目光为夷 那视线当中一名身形略显得有些寇楼的麻衣老者 正向着他们二人迎面走了过来 第1468章决斗 太上长老 那武功守贺和武功千代等人 都是目光惊讶地望着那一步步向前走出去的麻衣老者 这种时候 太上长老是想要干什么 怎么 想要求饶 风魔天川眼看着走过来的麻衣老者 眼中却是犯起了一抹讥讽之意 现在求饶未免太迟了 更何况就算你现在求饶也没用 今日武功家族必灭无疑 所有人都得死 尚全异性同样是有些轻蔑地看着麻衣老者 他自然也是和风魔天川相同的意思 老夫不是来求饶的 却不料麻衣老者神色平淡 那略显得浑浊的双眼当中 墨地闪过一抹金光 老夫是来向你们发起决斗的 什么 这话一出 不仅上全异性和风魔天川吃了一惊 那不远处的武功家族重强者 也是纷纷面色一变 他们显然都没料到 这个时候 麻衣老者竟会向这两大家族提出决斗的要求 在迎周五道界 决斗是一个古老的传统 这一传统通常是适用于生死战斗之中 一方的势力首领 向另外一方的势力首领提出决斗要求 进行一对一的战斗 若双方都答应了决斗 并且有一方在决斗终胜了 则必须无条件履行胜利那一方的要求 可是 麻衣老者怎么会是风魔天川和尚全异性二人的对手呢 这明显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决斗啊 众人都明白 这恐怕只不过是一场困兽游斗的反扑而已 决斗 尚全异性眉毛一条 竟然连这种招都想出来了 你为何会觉得 我们一定会答应和你决斗 怎么 难道两位家主 怕了我一个快要入土的老家伙吗 麻衣老者面色不变 玄机那满是折皱的老脸上 也是浮现出了一抹讥讽之意 此事若传扬出去 两位恐怕会引起整个云周五道界耻笑吧 听得这话 尚全异性和风魔天川皆是皱了皱眉 他们都是重视名声的人 这老家伙恐怕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才会向他们提出决斗的要求 无畏之举 尚全异性摇了摇头 他和风魔天川对视了一眼 在后者点头示意之后 他便向前跨出了一步 道 本座答应和你决斗 只不过无论决不决斗 结果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见得尚全异性答应决斗 麻衣老者的眼中也是陡然泛起了一抹光芒 而后沙哑的声音便再度响了起来 道此次决斗 若老夫胜了 则封我一族和尚全家族的人马 必须无条件撤退 并永不再犯我武功家族 若阁下赢了 那么我武功家族的人 任由杀寡 悉听尊便 没问题 尚全异性根本没有多小 便硬了下来 若是连一个修为比自己还低一阶的老家伙 都对付不了 他这个家族也不用当了 在尚全异性应下决斗的瞬间 那些尚全家族的剑客 和封魔异族的人者 也是纷纷停下了身形 退了回去 并且自动让出一大片战场 作为决斗的场地 双目如同音准一般 盯着眼前的麻衣老者 尚全异性缓缓将腰间的长刀拔了出来 在他拔刀的刹那 一股极为磅薄的气势 也是陡然覆盖住整个决斗场地的范围 磅薄气势犹如一道旋风一般 急速地转动 并且向着麻衣老者悍然压迫而去 正道六重镜的恐怖修为 在这一瞬间进展无疑 雷得近的强者 直接是被这股压迫给生生震住 身体连动都不能动一下 坑枪在刀室压迫住麻衣老者的刹那 尚全异性出刀了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则雷厉风行 势必杀的异刀 异刀之下 似乎是有着厉鬼的哀嚎声响撤起来 无孔不入 让人心神战力 这异刀 不仅仅是刀芒攻击 还附带有强大的精神意志攻击 这就是尚全异刀流 太上长老 见得尚全异性如此恐怖的异刀 武功守贺等人也是面色陡然一变 他们即便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都是感受到了这一刀的恐怖锋芒 更别说就在那上全异性面前的麻衣老者了 然而在那一道道惊骇的目光中 麻衣老者却是突然双手结印 一股相当不弱的气势也是陡然爆发而开 从他的身上 涌动着一股磅薄的青色气流 在麻衣老者的极力催动之下 青色气流在麻衣老者的身上缠绕了一层又一层 到最后的时候 众人才看清楚 那青色气流是一头青龙 就这般盘踞在了麻衣老者的身上 散发出惊人之威 扑斥 上全异性的刀光 猛地刺在了麻衣老者身上 盘踞的青龙气流之上 刺进了四五分进去 险些将青龙气流洞穿 但是就差那么一点 却并没有完全穿透 竟是被挡了下来 然而上全异性这一刀中所蕴含的凶猛劲道 还是将麻衣老者的身体给阵飞了出去 两人的身体一进一退 以一条直线的轨迹击射了出去 撞破了一条路径上的箭竹 老家伙 还挺硬 一刀没能动穿麻衣老者的防御 上全异性也是眼神为尘 他的上全异刀流刀法 就像是一头猛禽一般 最擅长的就是一击必杀 想不到 这麻衣老者竟能挡得住 并没吭声 麻衣老者依旧是疯狂催动真气 巩固防御 上全异性冷恒一生 手中的刀速陡然加快 骚然幻化出三道刀影 三道刀影几乎同时间施展出一刀流 落在麻衣老者的身上 就是三个破洞 再度将麻衣老者击飞了出去 再极飞麻衣老者的刹那 上全异性再度冲了出去 嘴角掀起了一抹轻蔑的冷笑 一刀直刺麻衣老者的心窝 差距太大了 武功守贺等人一颗心 立即沉到了谷底 这才刚交手 麻衣老者就完全落入了下风 连他们都有些始料未及 就在那刀芒似乎即将要洞穿 麻衣老者心脏的时候 后者的嘴角却突然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旋即两眼当中 却是漠然涌起了一团青涩的火焰 在这一刹那 麻衣老者的气息 也是陡然爆发 竟是在这瞬间 足足了暴涨了一倍不止 什么 上全异性面色陡然一变 这麻衣老者 竟是故意示弱 想要成他麻痹大意之时突然爆发 出其不意地击败他 第1469张豪赌 雕虫小记 上全异性冷笑了一声 在麻衣老者气息爆发的刹那 他也是陡然将手中长刀挡在身前 同时立即拉开和对方的距离 然后就在上全异性做出这般动作的时候 麻衣老者的身上 青涩气流确实汇聚成了四道漩涡 从那漩涡之中 一股十分惊人的波动 弥漫而出 修修修修 刺到被压缩的青色光束暴射而出 狠狠地向着上全异性射了过去 什么 上全异性吃了一惊 手中快刀如电 将其中三道光束给挡了下来 但是剩下的一道 却是和刀芒擦身而过 射在了上全异性的胸口位置 咔嚓 护体蒸气破碎 上全异性的胸口位置出现一个血洞 鲜血四射 上全异性受伤了 看到这一幕 武功守贺等武功家的众人 也是陡然眼中泛起了一抹震动之意 上全异性 居然被他们的这位太上长老给急伤了 找死 上全异性勃然大怒 对方明明不是他的对手 却凭借这种小伎俩伤了他 他如何能不怒 麻衣老者心中叹息 他本来想借助于这一下 趁着对方麻痹大意 寻找圣机 却没料到竟然只是对上全异性造成这等小伤而已 密剑神鹰流 暴怒之下 上全异性施展出逼人一剑 剑王犹如一头神鹰一般 从天而降 真气在他的周身犹如河流一般 从那半空中顺流斩棘而下 麻衣老者双手抱胸 守住身体的要害 而青涩的能量 将他的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 厚厚的一层 扑吃 然而 这一次 麻衣老者却是没能挡住上全异性的剑招 他身前的青涩护盾被击破出一个大洞 上全异性的剑王 命中了麻衣老者的身体 口中喷出血雾 麻衣老者的身体失去平衡 导射了出去 死去吧 上全异性咧嘴一笑 玄机手中的刀光再度猛劈而下 向着麻衣老者的心脏要害斩了下去 太上长老 武功千代张大了小嘴 一脸难以置信的神色 若是这一刀落下 麻衣老者肯定必死无疑 就在这时候 从武功家族的内部深处 末地有着一道破风声响彻而起 众人寻着声音望去 只见得那视线当中 赫然有着一道耀眼的剑光 从原处陡然击射而至 当几乎是不偏不倚 剑光射中了上全异性 从空中劈下的刀芒 将刀芒给悍然粉碎 硬是从上全异性的这一剑下 救下了麻衣老者 谁 上全异性默然抬起头 目光也是向着那前方陡然望去 视线当中 那一道耀眼的剑光内部 正是一把雷光闪闪的飞剑 在击碎了他的刀光之后 便是沿着原来的路线飞了回去 被一道年轻的剑壳身影给握在了手里 那武功家族的众人 目光也是一道道皆是落在了那一道剑壳身影的身上 玄机眼中陡然涌现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那是 凌晨前辈 武功千代双眼一亮 他果然还没走 武功守贺等人也是大喜过望 仿佛看到了希望一般 这个时候 连他们武功家族的太上长老都已经败北了 到了此时此刻 能够救得了他们武功家族的仅剩下一人 那就是凌晨 这小子还在麻 那蜂魔天川 以及蜂魔日藏 蜂魔太一等人 皆是目光闪烁 脸上却也是纷纷浮现出一抹诡异的笑容 凌晨没走就好 否则他们还要专程去找凌晨 夺云中军的传承 现在就省事多了 等灭了武功家族 就顺势解决了凌晨 夺了后者的传承 被凌晨化解了刀芒 尚全异性也是目光锁定了凌晨 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你就是凌晨 你这是做什么 难道想要破坏决斗不成 尚全异性眼中冷光闪烁 玄机道 既然如此 那么此次决斗便算是终止了 所有上全家族的人给我听着 给我动手 灭了武功家族 随着他话音落下 那些上全家族的剑客 也是一个各都目录寒光 准备动手 就在这时候 凌晨的话音突然传了开来 决斗并没有终止 只是需要换人了而已 凌晨神色淡然 目光直视着上全异性 道 上全家族 换我来做你的对手 如何 换你 上全异性眼瞳唯唯一缩 玄机冷笑了一声 既是生死决斗 岂有半途换人的 我为何要答应你这种无理的要求 那便再加点料 凌晨眼神移动 若你答应与我继续决斗 你赢了之后 云中军的传承 我便主动交于你 如何 什么 此话当真 听得这话 上全异性一双眼睛都发指了 他来这里的目标 不过就是为了灭掉武功家族 霸占流金矿迈而已 但是这个目的 和得到云中军的传承相比 简直就是为不足道 要是能得到云中军的传承 那他还要流金矿迈干什么 实作流金矿迈他都不会看一眼 这小子居然拿云中军的传承做赌注 然而风魔天川等人 却都是面色陡然一变 眼神阴沉了起来 这云中军传承可是他们志在必得的东西 若是凌晨输给了上全异性 传承便被上全家族得了 那跟他风魔家族岂不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小子真是个疯子 风魔日藏忍不住暗骂了一声 这样一来 他们就不得不从上全家族的手里 抢夺云中军的传承 那难度恐怕会大上数倍不止 凌晨竟然拿出了云中军的传承作为赌注 为了我们武功家族 武功守贺等武功家族的强者 全部都震惊了 看向凌晨的眼神都变得极为复杂起来 他们虽然将凌晨视为救命稻草 但后者毕竟是一个外人啊 对方没有理由为他们做到这种程度 更何况凌晨和他们连朋友都不是 仅仅是为了和他们先祖的那一点渊源 便能为他们做出如此重大的割舍麻 从今往后 凌晨的事情就是我们武功家族的事情 我们武功家族和凌晨同心同命 以后他但凡有什么吩咐 我武功家族无所不从 深吸了一口气 武功守贺对着武功家族的众人沉声道 遵命 武功千代等人皆是重重应声 今日凌晨对武功家族 那是天大的恩情 这样的恩情 重到让他们武功家族承受不起的地步 其实这倒是他们多想了 凌晨帮助武功家族 完全是因为仁皇的原因 而仁皇帮了凌晨很多次 又是凌晨任的第一个师父 因此无论如何 凌晨都要竭尽全力 必保住武功家族 绝不能让仁皇的血脉断绝 第1470章 凌晨的一刀流 好 本座答应和你继续决斗 几乎没有犹豫 尚全异性便立刻点了点头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这种送上门来的好事 他怎么可能拒绝 见得上全异性答应决斗 凌晨也是松了一口气 若是对方不答应 风魔和上全两大家族的强者冲进武功家 大开杀戒的话 那便难办了 即便他想保这武功家族 恐怕也是双全难敌四手 无法护这么多人的周全 出招吧 上全异性嘴角掀起了一抹弧度 一想到只要击败凌晨 就能得到云中军的传承 他的心中也是有些兴奋起来 那可是云中军 堂堂一位至强者的传承啊 若是被他得到 不说今后和云中军一样 突破成为至强者 至少成为高阶胜者 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吧 这次三川岛之行 收获可真大啊 至于凌晨这个对手 他完全不怎么放在眼里 对方不过区区胜道二重敬的修为而已 即便能够击败风魔日藏 那又如何 像风魔日藏那种级别的家伙 他上全异性只需要用一只手就能应付 听说上全家族的一刀流 是整个营州最强的一刀流刀法 凌晨一步步向着上全异性走了过去 这每一步都不是胡乱走的 而是和凌晨的见识相配合 不给敌人留任何的破绽 既然知道 你还敢合本做决斗 上全异性冷冷一笑 起料凌晨却淡淡地摇了摇头 我想说的是 从今天开始 上全家族的一刀流 便不再是营州最强了 取而代之的 将是我凌晨的一刀流 什么上全异性面色一变 这小子也懂一刀流 刷身形陡然消失在了原地 凌晨已是出现在了上全异性的身前 一剑向着他斩了过来 知道凌晨要施展一刀流 上全异性早已将戒备星提到了极限 第一时间便拔刀了 将凌晨的剑光给封挡住 当的一声 璀璨的火星陡然爆发了开来 如此轻松就将凌晨的剑芒 给封住 上全异性先是一愣 而后也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脸上尽是讥讽之意 一刀流讲究的乃是一刀致命 你这哪里叫什么一刀流 别开玩笑了 上全异性肆意大笑了起来 但是下一刻 他便再也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赫然发现 他封挡住的并不是凌晨的剑 而只是凌晨的剑翘 只是剑翘而已 武功家族的众人皆是吞了一口唾沫 心中震动不已 凌晨也太大胆了 对手可是大剑豪上全异性啊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凌晨竟然敢只用剑翘出第一招 若是被上全异性试破 只怕后果不堪设想 可恶 你竟敢小瞧本作 上全异性勃然大怒 他可是等着凌晨用一刀流和他对决 结果对方竟然只用了剑翘 这明显是对他这位大剑豪的极端不尊重 凌晨却是神色淡然 道 我可没有小瞧你的意思 谁告诉你 我第一招就会使用一刀流的 什么 上全异性眼瞳萎缩 说时迟那时快 在凌晨话音落下的刹那 从那剑翘之中 一把雷光闪烁的宝剑也是陡然出窍 在那一瞬间 剑芒剑翼剑势通通爆发 释放出一股极端恐怖的灵力波动 剑芒一出 周围的空气仿佛煮飞了一斑 剑芒还没到 空间中已是被印出了一道痕迹 而剑芒正好顺着这一道裂痕披斩而出 没有空气的阻力 速度和力道都达到了巅峰 这才是凌晨所要施展的真正的一刀流 上全异性再度举剑封挡 但是这一次 他的准备可远不如上一次充分 当的一生 双剑碰撞 上全异性连人带剑猛然导射了出去 身体犹如炮弹一般 画出一道惊人的直线轨迹 撞破了一条线上的剑竹和障碍物 将地面都是离出了一道极为深刻的痕迹 掀起了滔天尘雾 怎么可能 看到这一幕 上全家族的剑客们脸上都是露出了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们的家主 竟然被凌晨给击飞出去了 在剑术的比拼上 上全异性竟会落入下风 这还是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事情 号称最精通一刀流的上全异性 竟然被别人用一刀流给击退了 风魔日藏同样是脸色有些难看 这对上全异性而言 可是莫大的耻辱 刚才凌晨的初见 可是没有任何的花哨 的的确却就是一刀流 他也不知道 凌晨从哪里学到的半调子一刀流 竟会有着如此大的威力 难道说 上全异性会输给这小子 旁边的风魔十三有些担心地道 放心吧 上全异性可远不止这点实力 风魔天川笑着摇了摇头 上全异性如果这么容易被打败 就不配当上全家族的家主 更不配成为整个营州知名的大剑豪了 赢了妈 武功千代一脸振奋地望着 那上全异性倒飞出去的方向 他知道凌晨实力很强 但没想到后者的实力 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强大如上全异性 还不是败给了凌晨 然而就在他话音刚落之际 那视线当中的区域 突然爆炸了开来 只见得那地上轨迹的镜头之处 赫然是有着一道人影站了起来 从那浓郁的沉雾中走了出来 人影的衣衫破损严重 身上满是灰土 显得十分狼狈 但是他的气息 却丝毫没有减弱 显然之前凌晨那极为迅猛的一剑 竟是并没有对这上全异性造成太过严重的伤害 怎么可能 承受了那样的一剑 居然还武功千代有些不可置信地望着那上全异性的身影 这个人 难道是怪物吗 毕竟是上全家族的家主 胜到六重镜层次的巅峰强者 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被击败的 武功手和神色凝重 凌晨那一剑的确很强 是非常强大的一刀流剑法 换作是其他人 恐怕早就败了 但是上全异性却能在一瞬间做出反应 并且凭借着自身强大的修为和底蕴抗下了凌晨的那一剑 这就是上全异性啊 当今营州最强大的剑豪之一 哪里是那么容易击败的 要不是这样 他们的太上长老也不会三两下就败给此人 险些丢掉性命了 第1471张惊人的预判 不错 小子 你很不错啊 上全异性低头看了下自己的狼狈模样 旋即伸手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而后道 本作还从来没有被一个小辈逼迫成这副模样 你是第一个 是吗 我可不会觉得荣幸 凌晨淡淡一笑 却让得那上全家族的众多剑客面色一沉 这个小子 还真是无理 不过 也是最后一个了 初霸 上全异性的眼中陡然闪过一抹寒意 滔天剑一字他的身上爆发而开 在那同时 他的身体陡然消失在原地 连同这气息都仿佛彻底消失蒸发了一般 到哪里去了 武功千代目光仔细地搜索 然而却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 更别说看到上全异性的影子了 哼 想不到家主认真到了这种地步 这小子输定了 一名上全家族的剑客突然冷恒了一声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他敢敢出言亵渎我们上全家族的一刀流 也该要让他付出代价了 家主这是要让这小子知道 我们上全一刀流的真正威力 几名上全家族的强者皆是面露冷笑 等着看凌晨惨败的一幕 先将气息隐蔑到极致 再将建招的威力爆发到极致 这才是一刀流的精髓所在啊 风魔天川自言自语地道 大小子 输定了 凌晨和其他人一样 目光不断在周围扫动着 然而仅凭肉眼 似乎无论是再怎么看 也根本看不出任何意思的蛛丝马迹来 隐身数码 凌晨眼神微微移动 就算对方速度再快 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毫无痕迹的地步 除非 对方使用了名为隐身数的忍数 彻底隐蔽了行踪 之前北川叶也使用过类似的忍数 的确可以完全避开肉眼的探查 缓缓闭上了眼睛 凌晨没有再用肉眼去感受周围的环境 而是开始用心去感受 对于剑客而言 心眼 比肉眼更灵敏 凌晨在原地一动不动 这种时候 已不变应万变是最佳的选择 稍后 他终于是感应到了一丝凌厉的气机 这一丝气机极其微弱 几乎是达到了一种为不可查的境地 然而却依旧没有逃过凌晨的感知 不过让凌晨吃了一惊的是 当他察觉到这一缕气机的时候 这一缕气机 已经离他距离非常近了 恐怕连十米都不到 想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这上全异性就已经前行到了这么近的位置 容不得凌晨多想 他便陡然将手中的雷音剑刺向了身后 当众人连人影都还没有看到 金属爆鸣声便陡然响彻了起来 在声音响彻而起的下一刻 众人方才看到了一柄剑和一道人影浮现而出 正是那上全异性 凌晨的剑肩 正好是刺在了上全异性手中剑的剑身上 距离剑肩约莫四寸的位置 在就在凌晨刺中的刹那 上全异性的剑竟完全溃散了开来 那狂暴无匹的剑势也是完全烟消云散 什么竟然不仅发现了家主的位置 还破掉了家主的刀钊 上全家族的强者皆是大叠眼镜 望着眼前这一幕 目光中充满着匪夷所思之色 凌晨不仅判断出了上全异性的位置 居然还洞悉了上全异性刀钊的唯一破绽 并且准确无物地命中了这一破绽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完成了这么一连串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家伙 还是人吗 凌晨的嘴角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上全家主 看来你的一刀流 也不过如此呢 少废话 上全异性也依旧还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当中 不过当他听到凌晨这话的时候 却也是不由得面色陡然一沉 而后手中的长刀迅速抽回 紧接着以更为迅猛的态势 向着凌晨的背后猛然斩去 身体一侧 凌晨看都不看 回身就是一剑迎了上去 刀剑的锋芒再度碰撞在了一处 一道极为惊人的波纹 自那半空中泥漫了开来 逆剑时急暴风 大喝一声 上全异性一手握住刀柄的最下方 另一只手握住刀柄的最上方 双手轮转 将手中的长刀捂得极为狂暴起来 仿佛大风暴一般的蓝色剑气风暴 向着凌晨悍然席卷而来 极限斩空波 凌晨眉心的剑一喷波而出 挥出一道仿佛烙印在虚空中一般的剑痕 剑波逆行而上 将那一团大风暴生生地切割了开来 劈出了一道大裂痕 而凌晨的身体 则是陡然沿着裂痕暴掠了出去 又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越了风暴 一剑和尚全异性再度硬汗 又是一道惊人的波纹弥漫开来 众人不由地吞了吞唾沫 而下一刻 凌晨和尚全异性两人的剑光便连续地交集在一起 转眼间已交手了十数剑 竟然是其逢对手 难分上下 尚全家族的诸多剑客 皆是有些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幕 眼前这一战 对于众人来说无疑是一场极为激烈的顶级剑客之战 可以说是精彩无比 但是对于尚全异性来说 这却是莫大的耻辱啊 因为此时和尚全异性斗得旗鼓相当的人 并不是盈州的任何一位大剑豪 而只是区区一个小辈而已啊 这小子越来越强了啊 风魔日葬的眼中浮现出一抹忌惮之意 凌晨的实力 毫无疑问 比起之前和他交手的时候 又要强上许多 看来此子最近实力又有提升 而且还是幅度不小的一次提升 密剑生生不息 尚全异性一刀逼退凌晨之后 他突然将长刀插进了身前的地面 顿时间 地脉中仿佛有着一股强烈的异动 凌晨眼瞳一缩 他的身形漠然向后暴退 视线当中 一颗完全由剑气凝结而成的大树生长了起来 仿佛有着无穷无尽的磅膊 声气从那下方喷涌而出 帮助这一棵大树茁壮成长 从这一棵大树上 一条条剑气所化的藤蔓四处击射 而凌晨从这一棵大树之上 也是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木之真意 脸色依旧是镇定无比 凌晨陡然一剑斜斩而出 金色光芒 从雷音剑上一闪而过 一道玉轮凝聚而成 在半空中加速旋转 而后狠狠地切割在了那大树之上 在那一道道惊讶的目光中 将那一棵大树给生生地斩断了开来 众人眼中凌晨和尚全异性已经不知道交手了多少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无论是凌晨还是尚全异性 身上都是多出了一道道剑痕 血迹斑斑 显得触目惊心 第1472章动用灭魂剑 当又是激烈的一剂对碰 两人的身体猛然弹开 各自落到了一座剑竹顶端 相对而立 武功家族的众人 都是一动不动的望着眼前这一幕 这一战的结果 可是直接关系到整个武功家族的生死存亡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身上已是剑痕密布 尚全异性眼中的惊骇之意愈发浓郁 如果说第一下的交锋是因为他太过大意 才会让凌晨站得些许的上风 但是眼下这等双方的交锋 却竟然依旧是难分高下 他竟然奈何不了对方 真不愧是剑王凌晨 站在青年一代金字塔顶的家伙 武功守贺的眼中也满是惊诧之意 他知道尚全异性的实力很强 但是直到他看到这一战进行的过程 他方才明白 对方的实力强到了什么程度 而凌晨能够和这样的家伙站到这种地步 实在是让人感到难以置信 深吸了一口气 尚全异性知道凭借着正常实力 已是很难从凌晨手上取胜 必须要动用杀招 他才有可能从凌晨的手里 拿下这一场胜利 想不到 竟然要对一个小杯动用杀招 上全异性的脸色为尘 直到现在 他都并没将凌晨视为是平等的对手 因此他的杀招 一直都留着 不是他不想用 而是他认为凌晨 根本不配他使用杀招来对付 但是现在 他已经到了不得不用的地步了 眼中闪过一抹极端深邃的光芒 从上全异性的身上 陡然弥漫出一股极端强大的异境 笼罩住周围的百米区域 与此同时 他背后的虚空仿佛是突然暗淡了下来 飞暗中 出现了一道道亮光 那不是纯粹的光 而是一道道未成型的剑气 密密麻麻 犹如黑夜星空中的漫天星辰 在上全异性的催动之下 星辰幻灭 扭曲成一道道见光 充满了整个上空 那等可怕的气息 哪怕是隔招数里之远 都能清晰地感受到 耀眼的见光充色视野 让人无法直视 逆见流星千刃 随着上全异性的爆喝声陡然响彻 下一刻 那虚空中如星辰一般的上千道见光 也是陡然从天而降 将凌晨所在的方圆200米区域 都是完全笼罩在内 脸上并未有半点的恐惧之意 凌晨随即脚掌默然点地 一道道飞舰也是飞了出来 在周围飞速运行 砰砰砰砰砰砰 如同流星一般的剑光如暴雨般落下 落在了以凌晨为中心的圆形区域之中 发出一道道惊人的碰撞之声 地面出现一个各大坑 瞬间千窗百孔 而凌晨本人 也是完全被这强大无匹的公式所吞没 完全看不见了踪影 凌晨 他不会有事吧 看到完全被剑光所吞没的凌晨 武功千代的美眸当中 也是陡然浮现出了一抹担忧之色 在如此恐怖且密集的公式下 凌晨还能全身而退吗 太难了 武功手鹤摇了摇头 在这等公式下 想要保证自己不受伤 这太困难了 胜负已分 风魔天川的嘴角泛起了一抹笑容 仿佛已经看到了结果一般 尚全异性也是对自己这一招非常有信心 这般见招 就算是放眼整个营州 都没有几人能够挡得住 他几乎一只手就能竖出来 至于凌晨 还远远没有达到那等层次 滔天晨雾飘散而开 凌晨的身影也是缓缓自那其中浮现了出来 在其周围 整个两百米的区域 地面都是隐声声地消去了一层又一层 形成了一个大窟窿 而凌晨的身影则就在这大窟窿的中央 几乎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凌晨的身上 但是下一刻 便皆是被一丝浓浓的惊恶所充斥 视线当中 凌晨的周身赫然是密布着一把把飞剑 这些飞剑将凌晨的身体护得炎炎实实 就好像一个厚实的残茧一样 弄擦一声 一把把飞剑纷纷碎裂了开来 化为漫天的碎片 而凌晨的身影 也是从那其中浮现了出来 竟是毫发无损 什么 上全异性脸上露出一抹不可思议的神色 其他强者 也都是纷纷跟见了鬼一般 若是凌晨没死 甚至重伤 乃至于轻伤他们都能接受 但眼前凌晨的情形 分明是一点伤都没有 竟是完全将上全异性的剑招给接了下来 他是怎么做到的 好险 差一点就挡不住了 在身形浮现出的刹那 凌晨的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弧度 他说的是实话 上全异性的攻势 刚好达到了凌晨飞剑剑阵的防御极限 若是再强一分 他就不可能好好地站在这里了 上全家主的剑招 果然威力强横 在下佩服 凌晨淡淡笑道 凌晨这话是称赞 但在上全异性听来 却是分外地刺耳 既然威力强横 怎么可能连凌晨一根汗毛都伤不了 这不是赤裸裸地讽刺吗 小子 你别太狂 以你的这点实力 根本奈何不了本作 你以为这一战 你能赢得了 上全异性眼神阴晨 怒及返校 凌晨就算是挡住了他的杀招 但是以凌晨的实力 根本击败不了他 对方想赢得这场决斗 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事情 那可未必 凌晨眼中泛起了一抹金光 在那一道道略显得惊异的目光中 他竟是将雷鹰剑给插回了剑鞘当中 然后手掌放在了腰间那一把黑色宝剑的剑柄上 枪 剑身一寸寸地被凌晨给缓缓拔了出来 一股显然比雷鹰剑 是天剑都要凌厉得多的锋芒 陡然弥漫开来 凌晨拔出的这把剑 正是灭魂剑 想要击败上全异性这般圣道六重镜的大剑豪 恐怕也唯有灭魂剑才能做到了 翁 默然将真气注入了手中的灭魂剑当中 顿时间 灭魂剑的剑身边震站了起来 一道黑色的古老纹路 默然从那剑身上寸寸浮现了出来 渗透进了凌晨的手掌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着凌晨的手臂蔓延了过去 一股惊天动地 令人心悸地毁灭波动 陡然从那灭魂剑上传递了出来 直接是形成了一股恐怖的冲击 涌进了凌晨的脑海之中 如若没有足够强大的意志和实力 根本驾驭不了这把灭魂剑 第1473张黑色雷球 以往 凌晨是凭借了人皇的力量 方才动用了此剑 即退到一针人 救下了玄女 但是除此之外 凌晨几乎从来没有 动用过这把剑 因为灭魂剑的反噬力量实在太强 之前的凌晨 若是动用灭魂剑 恐怕还没有伤到敌人半根汗毛 就会被灭魂剑所反噬 自己导先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得不偿失 因此凌晨一直以来 都血藏了这把灭魂剑 几乎没有用过这把剑 但是现在 情况不一样了 凌晨的实力 早已不是当初的天极境 而且他的剑意 更是已经达到圣极中阶的地步 现在的灭魂剑 即便是要反噬 以凌晨现在的能耐 也足以承担这种反噬 嗯 在凌晨拔出灭魂剑的刹那 上全异性的眼瞳也是唯唯一缩 他同样是能感受到 凌晨这把灭魂剑的不寻常 那股毁灭波动 即便是隔着这么远的距离 依旧是能给他一丝丝危险的感觉 这是一把神魔剑 魔剑 腰刀 怀着不祥的预感 上全异性的身体也是紧绷了起来 越是这种时候 便越不能疏忽大意 露出任何的破绽 感受着灭魂剑上传来的 阵阵毁灭波动 凌晨心中也是凝重到了极点 就算是他 现在都有竭尽权力 才能压制住这把灭魂剑 这让凌晨心中震惊 那位大秦剑圣 究竟是怎样操纵这么一把魔剑的 一个不慎 这把灭魂剑就会反噬主人 这样一把剑 恐怕会让世上巨大多数的剑客 敬而远之 别说会把它当成自己的配剑了 也就只有像那位剑圣那样的实力 才能随心所欲地操控这把灭魂剑吧 以凌晨目前的能力 恐怕也只够施展出一剑了 何况他已经和尚全异性战斗了这么久 状态并不好 这一剑 毫无疑问将是决定胜负的一剑 要么他负 要么 尚全异性负 一念即死 凌晨的眼中也是陡然泛起了一抹金光 旋即他身形默然暴虑而起 仿佛人剑合一一般 飞速地向着上全异性的位置破镜了过去 在那同时 凌晨也是将这一把灭魂剑的威力催动到极致 异常磅驳而狂暴的雷霆波动 迅速地在剑间出汇聚起来 隐隐间 已是有着一枚雷球迅速凝聚起来 在雷球凝聚的同时 那灭魂剑上的黑色纹路 也是陡然渗透进了那雷球当中 将雷球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转化为了一种深邃的黑色 在颜色完成了转化之后 一股极端狂暴的毁灭波动 也是陡然弥漫了开来 雷势一闪 陡然间 凌晨一声力喝 随着他手中的灭魂剑陡然挥出 那位于剑间位置的黑色雷球 也是陡然飞了出去 以直线的轨迹 向着那上全异性暴射了过去 雷球的速度就快 仿佛忽视了空间距离一般 在许多人看来 仿佛只是在空中一闪 那一颗黑色雷球便已是 出现在了上全异性的面前 向着后者正面猛轰而去 给我开 眼中雷光迅速扩散 上全异性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大剑豪 在凌晨这一颗黑色雷球轰至的刹那 他的脸色并不惊慌 陡然闪过一抹寒意 双手紧握住早已准备就绪的长刀 刀光如红 然后一刀陡然向着前方狠狠劈下 他这是要以自己伶俐无匹的刀光 直接将这雷球给劈成两半 吃吃吃 在那一道道震惊的目光中 在刀光和雷球接触的刹那 并没有预想中那般巨大的爆响声响起 两者交织在了一起 在上全异性的刀光之下 黑色雷球寸寸爆发开来 冲击在了他刀芒之上 绽放出绚丽无比的火星 上全异性的刀光切进了黑色雷球当中 但仅仅是切进了三分之一左右的深度 便再也无法深入 而就在这时候 那一颗黑色雷球也是完全爆发了开来 就好像一个黑洞一般 生生地将上全异性连人带刀给吞噬了进去 黑色的雷光迅速席卷整个半空 掀起了一股惊人的毁灭风暴 就在这刹那间 凌晨眉头漠然一皱 他手中的灭魂剑不受控制地脱手而出 落在了数米外的位置 插进了地面 光芒迅速暗淡了下去 而凌晨刚才握着灭魂剑的右手手掌 竟是焦黑一片 像是被腐蚀掉了生机一般 其上仍然有着一道道猙獰的黑色纹路闪烁着 散发出一股毁灭的气息波动 灭魂剑的这股反噬力量 堪称恐怖 怎么回事 凌晨前辈的剑怎么突然脱手了 武功现在也是看到凌晨这边的异状 笑脸微微变色 这把剑太可怕了 武功守候的目光望着凌晨身侧不远的灭魂剑 他当然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眼中浮现出一抹惊骇之色 想不到强大如凌晨 竟然会被这把剑给反噬 可想而知 这把黑色宝剑的威力强大到了何等地步 即便是只存在于他们银州传说中的妖刀村政 只怕也不过如此吧 这下糟了 凌晨被自己的剑所反噬 受伤不轻 短时间内伤恐怕是难以愈合了 若被那上权异性所反击的话 那情况就危险了 武功守候心中焦急地道 这愚蠢的小子 竟然被自己的剑反噬了 接下来只要上权异性发动反击 肯定就能赢下决斗了 风魔天川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这小子作茧自浮 这一下 大局已定了 然而下一刻 他脸上的笑容便陡然僵硬 因为在那视线前方 黑色的雷光消散过后 上权异性的身影也是浮现了出来 但是上权异性的身体上下 却是密布了焦黑的画痕 看样子在那黑色雷球的冲击之下 也是受了极重的伤势 心中泛起了一丝不妙的感觉 风魔天川连忙对着上权异性力喝道 上权兄 你还愣着干什么 那小子已是强母之末 现在立刻出手攻击他 他必败无疑 似乎是听到了风魔天川这话 上权异性的身体也是动了一下 只见得后者握刀的右手缓缓抬起 似乎是要挥刀继续攻击的样子 这就对了 风魔天川眼睛一亮 上权异性的修为和其身后 哪有这么容易就受重伤 看来是他窝虑了 扑痴 就在他脑海中才刚起这般念头的刹那 上权异性忽然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然后整个人从半空中摔落了下来 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什么 风魔天川犹如遭遇了雷疾一般 惊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第1474章变卦 三川岛上 一道道目光 皆是望着那一句从半空中栽落而下的人影 整片天地的气氛都是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当中 哼 上权异性的身体 在空中飘了一段时间后 最终还是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发出十分沉闷的声响 这一瞬间 众人方才反应过来 上权异性 败了 这位上权家族的家主 银州有名的大剑豪 竟是输给了凌晨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上权异性已经倒下 这眼前血淋淋的现实 由不得他们不信 这次决斗 竟然是凌晨赢了 武功家族的那一侧 所有武功家族的强者 更是眼中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场看上去实力悬殊的决斗 竟然是凌晨获得了胜利 那是不是意味着 他们武功家族 竟然是被从死亡深渊的边缘 给拉回来了 竟然真的做到了 武功千代一脸惊呆了的模样 他已经把凌晨想得很厉害了 没想到对方比他想得更厉害 对方真不愧是他崇拜的偶像 做到了连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家主大人 竟然在一对一的决斗中输了 上权家族的那些剑客们 还依旧有些没回过神来 在他们的心中 上权异性乃是无敌的存在 除了柳生千兵卫 北川雄界这样的大剑豪 根本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然而今天 上权异性确实输给了凌晨 一个青年一代的小辈 这一战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没有任何的水分 凌晨也没有用任何的阴招 上权异性就是输了 而且是堂堂正正地输给了凌晨 那蜂魔天川等蜂魔家族的强者 同样是一脸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上权异性居然会输给凌晨 上权异性本人 同样是有些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用长刀撑住身体 目光震惊地看着凌晨 其他人都是不敢相信他败了 但是他 却只是震惊而已 他震惊的不是自己的失败 而是凌晨最后那一剑的强大 那等力量 强大到让他无法正面相抗 所以他才会落败 为什么 从一个区区胜到二重镜的家伙身上 会爆发出如此可怕的力量 虽说这其中大部分缘故 恐怕还是因为凌晨手中那一柄诡异魔剑的原因 但是最终的结果 却是他战败了 赢了马 望着前方已经基本失去战力的上权异性 凌晨的嘴角也是漠然掀起了一抹弧度 看来最后以灭魂剑施展出来的杀招 也是起到了预想中的效果 饶是这上权益性实力再强 他也没能挡住以灭魂剑施展出来的雷势一闪 扑哧 在松了一口气之后 凌晨也是陡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灭魂剑的反噬不是开玩笑的 刚才幸好是施展完了杀招之后 他的身体才承受不住这股反噬力量 灭魂剑不受控制地飞了出去 如果是在酝酿杀招的时候出了这等差错 后果怕是不堪设想 凌晨此次动用灭魂剑 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连五成的把握都不到 他的心中 也是在进行着一次好赌 反正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不如就赌上一赌 拼上一把试试看 最后的结果 是他赌赢了 不过与其说凌晨是在赌运气 其实不如说 他是在和自己的身体赌 他赌自己能超越极限 顺利施展完杀招 因为对于天才而言 身体的潜力是没有上限的 凌晨相信自己在全力爆发之下 一切不可能的事情都将变得可能 即便是只有三成的把握 那也会变成七八成 甚至十成十 万无一失 上全家主 你输了 依照决斗的约定 你们上全家族和封魔一族的人马 必须无条件撤出三川岛 并不得再侵犯武功家族 凌晨目光直视着上全异性 淡淡的声音也是在这片天地间 回荡了开来 可恶 家主不要答应他 有上全家族的强者 咽不下这口气 在人群中高喊道 闭嘴 上全异性瞪了那人一眼 玄吉方才回过头来看向凌晨 眼神唯唯一沉 道 你放心 我上全家族以信义为立身之本 既然输了 我自然会履行诺言 听得这话 凌晨岛对于这上全异性 有些刮目相看了 想不到此人岛还挺讲信用 若是换成蜂魔一族 恐怕就不一定了 所有人 撤离三川岛 上全异性对着两大家族的人马发号施令 雄魂的声音在这片半空中传荡开来 在上全异性的命令下 上全家族的强者 即便是神色看上去有些不甘 但一个个还是服从了命令 开始着手撤离武功家族的领地 然而 撤退的也仅仅是上全家族的强者 那蜂魔一族的人 皆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并没有丝毫要撤退的意思 蜂魔族长 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 上全异性看着纹丝不动的蜂魔一族众人 也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这是上全家族和武功家族之间的决斗 和我蜂魔一族无关 蜂魔天川眼中陡然闪过一抹阴冷之色 玄疾道 上全家族既然在决斗中输了 那便带着你们上全家族的人 尽快离开吧 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我们蜂魔一族就好了 你说什么 上全异性眼神异沉 听对方这口气 是不打算撤退了 非但如此 对方竟然还想坐收余力 独吞凌晨身上云中军的传承 和武功家族的流金铁矿脉 这无耻老贼 说好的决斗 你怎能出尔反尔 你这是违反规则 武功家族这边 原本还振奋不已的武功守贺等人 一个个都脸色难看了起来 谁都想不到 这蜂魔天川 竟会如此卑鄙无耻 规则 蜂魔天川冷笑了一声 脸上竟是讥讽之意 只有弱者才能迷信规则 在强者的眼中 所谓的规则不值一提 就算打破规则 谁能奈我何 蜂魔天川 之前接受决斗的时候 你可是同意了的 本座代表的不仅是尚全家族 还有你们封魔一族 如今你出尔反尔 将至本座于何地 尚全异性冷冷地道 封魔一族的名声已经臭了 所以在干点丑事也无所谓 但他们尚全家族 可是传承千年的武道名门 如此卑鄙的事情 他尚全异性不能苟同 况且他和凌晨苦苦激战 落了这么个重伤的下场 而蜂魔一族 却想要坐收于力 独吞所有的好处 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第1475章 蜂魔天川 蜂魔天川瞥了尚全异性一眼 语气略显得有些森冷地道 尚全家主 你决斗既然已经输了 这里的事情就和你无关了 乖乖地带着你的人离开这里吧 否则别怪本座对你不客气 你想对我动手 尚全异性吃了一惊 这蜂魔天川 竟是这么快就撕破脸皮 要和他这个盟友反目 你以为以你现在的状态 还是我的对手 蜂魔天川咧嘴一笑 试想的话就赶紧滚 否则 我不介意在解决掉那小子之前 先解决掉你 本来他是不想得罪这尚全家族的 但是为了云中军的传承 他只能这么干 若是能够得到云中军的传承 得罪一个尚全家族 这点代价又算得了什么呢 混账 尚全异性心中怒不可遏 但在那同时 他体内的伤势也是瞬间发作 让他头脑清醒了下来 现在的他 中了凌晨灭魂剑的杀招 伤势很重 以他现在的重伤状态 的确不可能是蜂魔天川的对手 甚至不会是对方的三合之敌 今天这笔账 我尚全家记下了 尚全异性终归还是清醒的 在深深地看了一眼蜂魔天川之后 他也是向着那些尚全家族的强者再度挥手 下达了最终的撤退命令 带着人离开了这里 组长为何不趁此机会 干脆把尚全家族也给灭了算了 看着尚全异性离开的背影 那蜂魔日藏在蜂魔天川的耳边小声道 灭掉尚全家族 哪有那么容易 尚全家族 蜂魔天川摇了摇头 眼中闪动着一抹金光 尚全家族毕竟是银周一流的武道家族 论实力和底蕴丝毫不逊色 我尚全异性虽然重伤 但是尚全家族的强者可还不少 更何况尚全异性即便是重伤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身为一家之主 比运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想要杀他 恐怕需要极为沉重的代价 说吧 他的目光落在了凌晨的身上 道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凌晨那小子 和尚全家族动手 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组长英明 蜂魔日藏笑着点了点头 现在他们的当务之急 还是要解决掉凌晨 夺取云中军的传承优先 说完 蜂魔日藏便冷冷一笑 然后望向凌晨 这小子现在已是强武之末 不劳家主动手 我来解决他 话音刚落 蜂魔日藏身形已是暴虑而出 他直接是心急火料班地 杀向了凌晨 棒驳攻势 自他的身上陡然爆发而出 手中的手里剑向着凌晨心脏位置袭去 糟了 武功家族的众人皆是面色一变 现在的凌晨 才刚承受了灭魂剑的反噬 实力怕是实不存一 怎么可能会是这蜂魔日藏的对手 蜂魔日藏咧嘴一笑 想不到最终还是由他来解决掉凌晨 一雪前耻 一念即死 他心中也是杀意暴涌 速度更快了一分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道红衣倩影 却突然出现在了凌晨的身前 让得蜂魔日藏吃了一惊 他双目陡然一鸣 出现在前方的不是别人 赫然正是红叶 柳生家的小辈 你想找死 蜂魔日藏眉头为咒 他知道红叶是柳生千兵卫的女儿 也是稍微犹豫了一下 但是随即心头一想 等他们蜂魔一族获得了云中军的传承 那到时候迎周的任何势力 都得臣服于他蜂魔一族 柳生千兵卫又能如何 如此一想 他下手的速度丝毫不减 继续攻向了红叶 找死的人是你 红叶的美眸中陡然涌现出一抹寒意 下一刻 他的身上便有着一抹森白的火焰弥漫开来 就在蜂魔日藏逼近过来的瞬间 从他的胸口位置 默然探出来一只白骨巨手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打在了蜂魔日藏的心脏位置 卡擦 几乎只是眨眼间 蜂魔日藏的胸口就被撕裂出一个大洞 而那一只白骨巨手 也是彻底穿透了蜂魔日藏的身体 竟然直接抓碎掉了蜂魔日藏的心脏 从其后心探了出来 烟红的鲜血 从蜂魔日藏的胸口爆开 蜂魔日藏心中正恐 随即他的身体倒射了出去 他撇了一眼胸口的血洞 眼中也是涌现出一抹惊骇欲绝之意 这要不是凝练了圣体 刚才那一下 他已经死了 即便如此 心脏被粉碎掉 蜂魔日藏也是陷入了冰死的地步 他连忙逃回了蜂魔一族的区域 身体连忙盘坐而下 吞下一大把丹药 开始催动圣体 重聚心脏 怎么可能 大长老竟然被瞬间中伤 蜂魔太医和蜂魔十三等人 皆是一脸难以置信的望着眼前的这一幕 以蜂魔日藏的实力 竟然只是一招 就被红叶被冻穿了身体 防御跟纸糊的一样 不堪一击 虽说是吃了麻痹大意的亏 但也不可能这么不堪啊 这柳生家的小辈 怎么会变得如此厉害 蜂魔天川的眼瞳唯唯一缩 他看得很清楚 刚才从红叶体内释放出来的 并不是属于红叶本人的力量 而是一股寄托在红叶身体内部的另一股强大力量 是鬼神 蜂魔天川眼盲一阵 这红叶的体内 分明是多出了一股强大的鬼神力量 这股鬼神之力 竟是比那些大阴阳师还要强衡 该死 这小辈不是出云神社的巫女吗 怎么可能会具备如此强大的鬼神力量 难道说 他也是在一世神功中获得了什么奇遇不成 蜂魔天川心中一沉 就算是得到了强大的鬼神之力 以你这点实力 又能将这股力量发挥出几分 眼神一阵急剧闪烁之后 蜂魔天川终是悍然出手 他就不幸 区区一个小辈 就算是得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他这个圣道六重镜的顶级强者面前 也不足为虑 在动身的刹那 蜂魔天川手中 一枚暗紫色的飞刀也是猛然飙射出去 以直线的轨迹直接射向了红叶的心窝 飞刀纵横虚空 红叶的美眸之中 也是陡然涌起了一抹凝重之意 旋即他双手凝结手印 在他的身体前方 森白的光芒凝聚起来 化为一面白色骨盾 封锁住前方的空间 第1476张群鸭之舞 东 飞刀猛然射在了那一道白骨巨盾之上 生生地将白骨护盾给轰碎了开来 然而那一道飞刀却也是在此同时崩溃了开来 消散的无影武踪 哼 似乎早已料到会是这般情况 蜂魔天川早已准备好了下一招 再攻破了白骨巨盾的刹那 他双手再度结印 真气狂勇 天际陡然阴暗了下来 一只纸漆黑的乌鸦从那骑中飞了出来 密密麻麻 将方圆千米的半空尽数笼罩 忍树群鸭之舞 暴喝声喜 那漫天的乌鸦也是黑压压地 向着红叶和凌晨所在的位置笼罩了过去 每一只乌鸦都体型巨大 眼泛红光 浑身透露出凶猛而残忍的气息 不是普通的乌鸦 仿佛是来自于冥界的魔兽一般 凶狠残暴到了极点 所有的乌鸦 都是围绕着红叶和凌晨的位置转动了起来 仿佛是形成了一道黑色的龙卷风一般 以滔天之势 悍然席卷而下 眼看着如此磅薄的磨压风暴 就要将红叶和凌晨吞噬 武功家族的众人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心神紧绷了起来 这风魔天川乃是整个营州最为优秀的人者之一 对方的忍数 也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眼下这般忍数 恐怕是达到了尽数的级别了 利用这等忍数的威力 对方恐怕能够在瞬间将他们整个武功家族给抹除掉 面对着这般笼罩而下的磨压风暴 红叶莫然双手合十 他身上的森白火焰悍然席卷而开 在这瞬间 他的气息也是变得极不稳定起来 就像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般 终于 在那磨压风暴席卷而下的刹那 火山爆发了 一道棒驳且森冷到了极点的森白火柱悍然冲天而起 撕裂天穷 然后狠狠地和那这天壁日的磨压风暴轰撞在了一起 扑哧扑哧扑哧 密密麻麻的黑色乌鸦从空中掉落下来 尽数在半空中化为灰烬 烟消云散 看上去似乎笼罩住了方圆数百米的黑压风暴 醒客间就被迪当一空 在森白火焰的席卷下 心灵巴落 只剩下寥寥无几 根本再构不成什么威胁 什么 群鸦之五被破了 蜂魔十三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群鸦之五乃是蜂魔一族的禁术 只有蜂魔天穿这位家主才掌握了这等级别的人数 想不到如今却竟然被区区一个红叶 给破解了 半空之中 蜂魔天穿的眼中同样是闪过了一抹震惊之意 虽说他已经预料到自己的忍数有可能被破解 但是他依旧没想到 竟然会被红叶破解的如此彻底 几乎是一点都没剩下 这红叶体内寄宿的力量 竟然强大到了这种程度 震惊只是持续了刹那 蜂魔天穿是身经百战之人 在群鸭之舞被破解之后 紧接着 他的下一招已经酝酿好了 只见到他的身上 一层紫色的光芒闪耀到了极致 旋即他的身体 转瞬间分裂成了13到13个蜂魔天穿 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 从不同的角度攻向了红叶 见得这般分身忍数 凌晨的眼瞳不由得唯唯一缩 分身忍数 凌晨之前见北川叶和蜂魔日藏都有施展过 后者两人还需要依靠某种媒介 比如说蜂和沙尘 方才能够凝聚出和本体几乎一模一样的分身 而这蜂魔天穿 显然是要高明出一个层次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媒介 便能够制造出气息一模一样的分身 红叶的眼中森白光芒闪烁 他的眼盲凝聚到了极点 他缓缓抬其手指 一缕缕白色的火苗 便从他的手指尖位置浮现了出来 释放出异常森冷的波动 在虎焰生腾而起的瞬间 红叶的手指也是抬了起来 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向着四面八方点射出去 白色的光束 犹如一道道极光般 命中了那一道道风魔天穿的分身 但凡被白色光束所洞穿的风魔天穿分身 全部都溃散了开来 然而依旧有着两道身影逼近了过来 分别破镜了红叶和凌晨 红叶瞬间反应过来 一指点戳在了前方的人影身上 然而他的指盲动视而出 前方的人影也是陡然溃散了开来 化为了虚无 击溃了前方风魔天穿的分身 红叶的脸上 却并没有任何的喜色 反而是美眸一尘 因为如果他前面这个风魔天穿 是分身的话 那么对方的本体 肯定是他身后的攻击凌晨去了 此时的风魔天穿 嘴角默然掀起了一抹森冷的弧度 他的目标可不是红叶 而是凌晨 在用多重分身数片 开了红叶的注意力之后 他的本体 已是趁机逼近了凌晨 棒薄气势 向着凌晨悍然碾压了过去 现在的凌晨 在和尚全异性一战过后 早已是重伤虚弱之躯 一旦被风魔天穿靠近 只怕是会轻易地擒拿 就在风魔天穿 以距离凌晨不到十米远的时候 红叶一双美眸中的森白之翼 也是愈发地浓郁 仿佛变成了一对白眼一般 完全没有了瞳孔 他的双手猛然向前探出 从他的双手之间 两条粗大的白骨巨手延伸了出去 其中一只骨手抓住了凌晨 将后者给拉了回来 另一只骨手 则是夹杂着阴冷无比的火焰 猛地抓向了风魔天穿 什么 想不到红叶还有这一手 风魔天穿扑了个空 眼看着凌晨被红叶给拉了回去 而迎接他的 则是一只火焰森森的白骨手掌 以惊人的速度 从正面怒拍了过来 风魔天穿双手抱胸 转弓为手 双手结印 力声喝道 忍住风魔之铠 身前的真气快速凝聚 化为一道风魔之铠 形成厚厚的一层防护 将身体的每个角落 全都防护得死死的 不留任何一丝的空档和破绽 砰 森白的火焰骨爪轰在 风魔天穿的防护铠上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虽然并未完全急破防护铠 但是这一爪之下 风魔天穿的风魔之铠上 却已是出现了数道裂纹 明显有着承受不住的迹象 第1477章毁灭风暴 这是什么怪力 风魔天穿的脸上浮现出 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的风魔之铠 就算是上权益性这种级别的强者 也别想一级攻破 而眼下竟然被这红叶给一下 打出了裂纹 这简直是开玩笑 而且他还发现 这一道森白骨爪还具有强大的腐蚀性 抓在他的风魔铠上 竟是生生地将他的风魔铠给腐蚀出了五个指洞 而这一道森白骨爪 则是死死地嵌入了铠甲之中 风魔天穿本是以惊人的速度暴退 但是被红叶这一下子给抓牢 速度确实快不起来 红叶的身形反倒是犹如鬼魅一般 趁机逼近了风魔天穿 从他的身上 再度是伸出了一双白骨手掌 四肢白骨手掌 皆是夹杂着惊人的力量 笼罩向了风魔天穿 将后者完全逼入了下风 风魔天穿被压制了 武功家族的众人皆是惊呼出声 风魔天穿和红叶两人的交手 竟是看似强大的风魔天穿落入了下风 怪物啊 主人是怪物 仆人也是怪物 武功守和使劲地吞了吞口水 在他看来 双方的实力根本就不对等 这一战的实力差距 比凌晨和尚全异性的决斗差距还要大 但是他们哪里知道 红叶的体内可是拥有着完整骨女的力量 光凭这一点 风魔天穿便不可能是骨女的对手 什么 家主竟然敌不过这红叶 风魔家族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风魔天穿是何等人物 迎周实力最强的人者之一 而红叶 只是柳生家族的一介小辈 现在更只是凌晨的仆人而已 怎么可能有实力匹敌风魔天穿 可恶 风魔天穿更想不到 自己竟然会被一个年轻小辈逼得如此狼狈 在红叶的手里显得捉襟见肘 完全不是对手 他本想凭借着自己的速度 暂时避开红叶的攻势 毕竟他看出来了 红叶依靠的是外力 而并非是他本人的力量 而红叶这种状态 绝对不可能持久 因为鬼神的力量太过强横 而红叶的身体承受能力有限 所有后者这般猛烈的攻势 根本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 但是连着被红叶猛攻 压得抬不起头来 却也是让得蜂魔天川惊怒无比 红叶的白骨手掌上附加着十分森白的火焰 每一下攻击 这森冷的火焰之力就会渗透进他的身体当中 对他体内的真气和经脉进行侵蚀 若是在被红叶这样攻击下去 恐怕即便是以他胜到六重镜的修为都会吃不消 混账东西 你真以为本作不是你的对手 被红叶打出了火气 蜂魔天川体内的真气猛的爆开 身上的蜂魔之铠烟消云散 同时速度催发到极致 和红叶拉开了距离 在那同时 他的双手连续结印 他的全身上下 皆是浮现出了一道道子黑色的纹身 迅速地蠕动了起来 从那一道道子黑色纹身上面 涌出一抹抹极为强横而古老的波动 天色骚然黑暗了下来 在蜂魔天川的身后 隐约之间 有着一道古老的魔影浮现出来 这一道魔影 头伸双脚 挺拔无比 释放出压迫天地般的恐怖气息 近数魔神封印 口中陡然发出一声爆喝 蜂魔天川的手掌之下 一道子黑色的皱印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膨胀了起来 由原先的不过拳头大小 迅速膨胀成了足有百丈庞大 在半空中形成一道巨大的阴影 在蜂魔天川异动之下 他身后的魔影 也是抬起巨大的手掌 按在了那一道紫黑色的皱印之下 然后将那一方百丈 巨大的皱印狠狠压下 犹如毁天灭地之势 向着红叶的头顶狠狠地震压而下 皱印还未知 那股强大的压迫力 已是让得红叶和凌晨周围百丈的方形区域地面 殴陷了下去 那等恐怖的力量波动 让那方圆十里内的任何一人 都是感到心惊胆战 如此恐怖的招数 能接得下来吗 武功家族的众人 都是忧心忡忡地望着眼前这一幕 心情凝重到了极点 全部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了这一刻 望着从天而降的庞大皱印 红叶的美眸同样是凝重到了极点 只见得他屏息凝神 仿佛无穷无尽般的森白火焰狂涌而出 以他的身体为中心 慢慢地向着上空扩散 仿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一般 那一道惊人的紫黑色皱印 在众人惊骇莫名的目光中 狠狠地轰落在了那漏斗上 一股极端恐怖的波动 向着四面八方宣泄开来 形成了毁天灭地的风暴 所有人都是连忙催动真气 护住身体 方才将那迎面而来的风暴给抵律住 旋即他们缓缓抬头 却是眼神抖睛 那视线当中 那一道巨大的漏斗依旧存在着 只不过在那等恐怖的爆发之下 已是被炸出了多个缺口 肩窗白孔 红叶的翘脸上 已是没有了一丝的血色 然而他的眼中 却是漠然闪过一抹灵力之意 旋即他结印的双手突然合拢 那半空之中的巨大漏斗 也是骤然收缩 完全融成了一道巨大的火团 将那一道紫黑色皱印包裹在内 不好 风魔天川面色巨变 当他在想要操控皱印的时候 却发现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皱印的掌控了 吃吃吃吃 在一道道惊骇欲绝的目光中 森白无比的火团将那一道紫黑色皱印完全烧化 溶解了开来 但是在那同时 整个半空中的森白火焰也是彻底消散了开来 扑吃 风魔天川陡然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犹如承受了重疾一般 身体从半空中灾落了下来 这次黑色皱印是凝聚了体内大半真气 孤注一直的一击 却被红叶生生地坟灭 对他一下子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重伤 然而在风魔天川吐血灾落而下的同时 红叶也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弥漫在他周身的森白火焰也是悉数地消散了开来 他的身体 空荡无粒地半跪在了地上 显然也是因为古女的力量超出了身体的负荷 强行动用超出极限的强大力量 而导致和风魔天川一样 受了重伤 第1478章强敌到来 所有人 都是目光睁睁地望着眼前的一幕 天地仿佛失声了一般 谁也没有战斗 这场战斗最终会以这样的结果收场 在凌晨击败了尚全异性之后 他的仆人红叶 又挫败了风魔天川 两大营州巨头 一等一的高手 先后再在这里战败 杀鱼而归 该死 风魔天川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他居然被一个个小小的红叶给拦住 这是他忍不了的 一口鲜血再度喷出 他的目光望向风魔异族的区域 向着风魔太一和风魔十三等人力声喝道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携席武功家族 火捉这凌晨和红叶二人 是 那风魔异族的众多强者文言 也是纷纷掩露凶光 虽说失去了风魔天川和风魔日藏两大高手 但是他们的实力仍然远胜于武功家族 真要打起来 还是他们的胜算更大 通隆隆 然而就在这时候 远处的天际 却是默然响起了一道惊雷般的声音 众人纷纷抬头 只见得那三川岛外的天际上 又有着一骚骚飞行战舰靠近了过来 那上面打着的旗帜 赫然是出云神社 出云神社的人马 武功守鹤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难看之色 这个时候 出云神社的的人来干什么 他们武功家族和出云神社一向没有交集 对方此来 只怕是敌飞友 出云神社的人来干什么 风魔天川面色一变 出云神社的人这个时候出现 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飞行战舰之上 那黑泽晴明的身影 赫然在那人群的最前方 望着下方一片狼藉的三川岛 脸上缓缓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大战已经结束了嘛 看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黑泽晴明来这里 无疑就是为了凌晨和红叶而来 至于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进行过一场什么级别的战斗 都和他没什么关系 重要的是结果 黑泽晴明来了 红叶的翘脸上 也是陡然浮现出一抹震动之意 他身为出云神社的巫女 自然对于这黑泽晴明的实力十分了解 对方此时降临 十有八九 视为他和凌晨而来 而他和凌晨都已在刚才的战斗中受伤不清 这下糟了 眼看着黑泽晴明和土玉门等人从那飞行战舰上落了下来 在他们的身后 则是跟着大批出云神社的神官巫女 各个实力不弱 这般阵容 比起先前纳上拳 封魔两大家族的任何一个 都要强出不少 红叶 见到本作 还不速速归位认罪 黑泽晴明的目光落在的红叶身上 旋即略显得冰冷的声音 也是响了起来 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意味 红叶文言 确实不由促起了柳眉 而后淡淡地道 我已经脱离出云神社了 现在的我 只是一个普通的侍女 而不再是神社的巫女了 荒谬 黑泽晴明身旁 土玉门大喝一声 目光森然地盯着红叶 恶狠狠道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出云神社 其实你说想脱离就能脱离的 没有经过黑泽大人的允许 你就擅自脱离神社 这是背叛之罪 可是要被处以极刑的 红叶 现在迷途知返还来得及 本作可以恕你之罪 过往的一切 都可以既往不救 黑泽晴明道 听到没有 黑泽大人已经宽恕你了 红叶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不要自悟 土玉门冷冷喝道 不必再白费唇舌了 红叶一双美眸中毫无波动 冷冷地道 我是不可能背叛主人的 你 黑泽晴明眼神陡然阴沉 那出云神社的众多强者 更是心中震惊 他们认识的红叶 可不是会甘居人下的女子 对方怎会对这凌晨如此忠心 简直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既然你执迷不悟 那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了 眼中闪过一抹冷光 黑泽晴明手掌默然抬起 而后竟是陡然身形一动 向着红叶悍然逼迫而去 在此同时 从他的背后 陡然弥漫出了滔天的黑气 将整个半空都遮蔽了起来 一头猙獰的青面鬼神 从那黑气中攀爬而出 猛然抬起那青色的巨大鬼手 向着红叶和凌晨悍然怒拍而去 黑泽晴明一出手 就是必杀招数 那一头青面鬼神还未至 滔天的黑色风暴已是席卷而至 将凌晨和红叶二人给笼罩在内 如此恐怖的风暴席卷而至 凌晨的身体也是被卷飞了去 他拔出了腰间的雷鹰剑 狠狠地插进了地面当中 在地面上画出了一道深刻的痕迹 而黑泽晴明的注意力 显然暂时并没有在凌晨的身上 因为在他的眼里 红叶身上的古女才是他的最优先目标 古女和八尺穷勾玉的重要性 对他而言 比起云中军的传承 都要更胜一筹 然而在和风魔天川一战之后 红叶的身体状态显然已经低到了极低点 面对着黑泽晴明如此悍然的攻势 他也只能是勉强催动着 已经达到了极限的身体 再度将古女的力量激发出来 从她的身上 再度弥漫出滔天的森白火焰 在那滔天弥漫的森白火焰当中 赫然是有着一名脸色苍白到了极点的美艳女子 和那猙獰到了极点的青面鬼形成鲜明对比 这 竟然是另外一尊鬼神 那出云神社的众人 在瞥见了古女模样的刹那 一个个也是纷纷神色震惊了起来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红叶的身体之内 竟然还有着这么一尊强大的鬼神存在 这一尊鬼神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波动 丝毫不逊于他们出云神社的青面神 甚至那等气息 与其青面神更加高贵 果然是古女 在古女本尊现身的刹那 那黑泽晴明的老脸上 也是陡然浮现出一抹惊喜之色 在未曾见到古女本尊之前 一切都只是她的意想和猜测而已 她甚至都不太相信 以红叶的能力 能够负载一尊如此强大的鬼神 但是此时此刻 她的一切疑虑都消除了 眼前所出现在她面前的 正是一尊鬼神的本体 第1479章图为之法 而且相较于青面鬼 古女无疑更加强大 后者不仅仅是更加古老的鬼神 先天的实力就比青面鬼要强大很多 若是能够被她所掌控 毫无疑问 将使她们出云神社的实力暴涨一倍不止 眼中涌现出一抹贪婪之意 非则勤明口中念动古老的咒语 她背后的那一尊青面鬼虚影 也是欲发地凝实起来 向着古女悍然攻去 在古女现身的刷那 红叶的脸色也是再度苍白了一分 她的身体早已是达到了极限 此时此刻 她是在燃烧生命催动古女的力量 很有可能下一秒就会支撑不住 彻底崩溃掉 似乎也是知道红叶这种紧急的情况 古女在出现的瞬间 她便已是迎面一掌打了出去 她的掌印出现的区域 火焰弥漫 无边的黑雾被生生地焚烧殆尽 这一掌轰在了那青面鬼的虚影之上 也是以惊人之事 将那滔天的青面鬼身影给轰破了开来 在那一道道惊骇欲绝的目光中 青面鬼虚影在崩溃的刹那 滔天的黑气也是席卷了开来 连黑泽秦明都是吃了一惊 她虽然料想古女本尊的力量必定不凡 但是也没想到只是一招 她既出来的青面鬼分身就被击破 不堪一击 不过她早有准备 在她之后 土玉门等其他几位大阴阳师 便对着红叶进行了轮番攻击 根本不给后者丝毫的喘息之机 眼见得红叶陷入了围境当中 凌晨也是眼神闪烁起来 她的伤势 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恢复过来的 若红叶被这黑泽秦明击败 那么下一个就轮到她了 然而现在就算是她 也并没有什么破敌之策 但要她眼睁睁地看着红叶被这般车轮战所击垮 她也是绝对看不下去的 只能拼了 凌晨深吸了一口气 便是准备提剑冲上去 助红叶一臂之力 小子 你现在上去 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跟飞蛾扑火没区别 就在这时候 人黄的声音突然在凌晨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赤腹有何主意 凌晨眼神微微移动 若人黄有办法 她自然用不着出此下策 和对方拼命了 只有一个办法 人黄的声音变得极度凝重起来 什么办法 凌晨眼睛一亮 用我这一道意志化身的力量 人黄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 意志化身 可是前辈的这一道意志化身 不是已经力量所剩无几了吗 凌晨有些困惑地道 以往好几次她面临危难的时候 都是向人黄的意志化身借用力量 从而渡过难关 上一次 记得还是在大地之墓外面 她借用人黄的力量催动灭魂剑 重伤了道义真人 但是自那之后 人黄的力量便进入了衰微棋 力量所剩无几 这一道意志化身的力量 的确是已经所剩无几 即便是借用于你 也无法应付眼下的局面 人黄的话 也是应了凌晨心中的猜测 但随即变化风一转 不过我若是施展秘术 将这一缕意志化身 完全燃烧的话 却能够爆发出 寻常状态十倍的力量来 燃烧意志化身 凌晨吃了一惊 她想到了很多种方法 却没想到人黄居然会想到要采用如此极端的方式 一旦燃烧意志的话 那便意味着人黄的这一句意志化身 恐怕将会彻彻底底地消散于这世间 没错 除了燃烧意志化身 没有其他办法了 眼下本作既然已经寻到了自己的后人 看到他们还平安活着 这已经够了 这句意志化身留着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倒不如利用它 来彻底解除眼前的危机 这非但是为了救你 也是为了救本作的那些后人 人黄斩钉截铁地道 小子 我相信以你的天赋和能力 用不了多久 你就能前往本作的本尊所在的世界 和我的本尊相会 听得这话 灵晨也是眼瞳微微一缩 的确 眼下这不过是人黄的一道意志化身而已 真正的人黄 还身在其他世界 只要他能够修炼成为至强者 那便能够前往那个世界 见到人黄的本尊 一念即死 灵晨的心思也就淡了不少 这个办法虽然牺牲不小 但似乎却也是眼下唯一可行的办法了 我要怎么做 并未犹豫太久 灵晨便干脆地向着人黄问道 事不宜迟 与其牛扭捏捏作诗良机 倒不如痛快一点 尽快动手 听我的命令列动 话音落下 人黄的意志力量纷纷在凌晨的脑海中聚集起来 仿佛在凌晨的脑海中凝聚出了一道人影 下一刻 凌晨的身体也是就地盘坐了下来 遵照人黄的吩咐 开始凝结手印 配合人黄所要施展的意志类秘法 彻底燃烧掉这一道人黄的意志 一缕缕幽蓝色的火焰 在凌晨的周身弥漫了开来 在那幽蓝色火焰笼罩之下 隐约之中 有着一道十分高大挺拔的人影被笼罩在其间 在这幽蓝色火焰的焚烧下 气息迅速地增强 然而就在凌晨正在燃烧人黄意志的时候 红叶这边 也是几乎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她的身体极端虚弱 若不是依靠卓意志之称 只怕是早就倒下去了 红叶 你是我出云神社的巫女 本作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速速放弃抵抗 一切都好说 黑泽秦明皱起了眉头 向着红叶立声喝道 她是生怕万一红叶死了 她就不好问出这古女的操纵之法了 留着红叶还有用 要不然 她早就下杀手了 然而她的这般喊话 红叶却是置若网闻 她回头瞥了凌晨的位置一眼 见得后者周身弥漫的幽蓝色火焰 也是美眸唯唯一缩 她能感受到 凌晨的气息在迅速增强 而且这个趋势还在不停地攀升 看到这一幕 她的心情也是立刻振奋了起来 只要她再坚持一会儿 说不定凌晨就能拥有解决眼下困境的手段了 明顽不灵的小贱人 黑泽秦明眼神阴晨到了极点 她已经两次劝告红叶了 奈何后者根本没听不进去 那就别怪她不客气了 她可没时间在这里和红叶瞎好 再拖下去 搞不好就会出什么变故 夜场梦多 第1480章神刊 土玉门 黑泽秦明突然看向了身侧的土玉门 向着后者使了个眼色 去该动用那一样东西了 那一样东西 土玉门眼瞳猛然一缩 脸上露出了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 那一样东西 是他们带过来以防万一的 想不到眼下竟是要动用出来了 没有质疑黑泽秦明的意思 土玉门便是向着身后的几名神官和巫女 挥了挥手 后者几人退了下去 很快 这几名神官和巫女便抬着一物走了过来 他们抬着的东西 被一张红布遮盖得严严实实 看上去十分神圣的样子 黑泽秦明直接将红布给掀了开来 从那红布之下 赫然是显露出了一座青色的神龛 神龛之中 隐隐间有着一股极为强横的森冷波动 陡然传荡了开来 在红色神龛出现之后 那原本还在对红叶进行车轮战的几名大阴阳师 也是纷纷退了回来 放弃了继续进攻 嗯 见得那一名名大阴阳师皆是退了回去 红叶的脸上陡然浮现出了一抹诧异之色 然而当他的目光落在那青色神龛上的时候 他的脸色 也是漠然一变 眼中浮现出一抹惊骇之意 显然是任的此物 想不到 黑泽秦明竟然连这东西都带来了 鸿叶 这是什么 想必你应该很清楚吧 黑泽秦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森然之意 本来我是不打算动用此物的 但是既然你明完不灵 那么本座只好用这一座青面神龛来制裁你了 说罢 他也是陡然将驱动符咒之法 将身前的神龛给催动了起来 从那神龛之中 陡然弥漫出滔天黑雾 一道震撤苍穹的嚎叫声响彻而起 只见得那黑雾中森冷之意席卷 显现出一道足足有着数百丈庞大的黑影 一道鬼神的实体 竟是从那其中攀爬而出 那一道鬼神的实体 赫然正是那青面鬼的本尊 怎么可能 那是青面鬼的本尊 不是说鬼神的本尊 不能够离开神社吗 武功千代经的何不拢嘴 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鬼神的本体 而眼下一下子就见到了两尊 鬼神 只有在神社的范围内 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实力 其本体只能靠打阴阳师的阴阳术来发挥力量 这是整个营州所有人的共识 鬼神的本体一旦离开了神社 那么其实力便会受到相应程度的削弱 距离越远 那么力量削弱也就会越严重 变得越来越弱小 那青色神龛 应该是出云神社的一件强大圣物 此物可以容纳鬼神的实体 为其战时的提供寄托之所 这才能够让青面鬼离开出云神社 而且能发挥出其完全的实力出来 说话的是武功家族的那位太上长老 他的伤刚刚好了点 但是在望见眼前的青面鬼本尊之后 他也是不由得眼神俱正 脸色难看了起来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红叶姐 他还能撑得住吗 武功千代美眸中充满着担忧之色 以红叶现在这几乎是恐怕要游进灯窟的状态 能撑得住这青面鬼本尊的公事吗 恐怕是不能了 武功千鹤摇了摇头 他何尝看不出来 红叶现在是拿自己的命在支撑 但是即便如此 也只是苦苦支撑而已 被击败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没有任何能够翻盘的希望 或许 这是天要王他们武功家族吧 青面神大人 接下来 就看您的了 黑则秦明向着那青面鬼本尊 唯唯功身 神态恭敬地道 放心吧 本尊这次专程过来 可就是为了八尺穷勾玉啊 青面鬼口吐黑雾 一双铜铃般的眼睛盯着红叶 闪烁着一股寒芒 旋即信念一笑 区区一个小巫女 纵然拥有古女的力量 她又能将这股力量发挥出几分来呢 红叶这个叛徒 带得到八尺穷勾玉和古女的力量后 一定要让她生不如死 土玉门恶狠狠地盯着红叶 略显得贪婪的目光 在后者那玲珑有致的郊区上下游动着 她早就对红叶垂涎三尺了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而已 等到带会青面神出手 红叶必败 到时候 这女人还不是任由她宰个蹂躏 轰 二话不说 青面鬼已是悍然一动 滔天的黑雾涌动了开来 青面鬼突然张开了嘴巴 从她漆黑的大嘴当中 陡然喷出了一道棒薄的黑色光柱 向着红叶轰射而下 红叶咬着嘴唇 她正要继续催动古女的力量欲敌 然而下一刻 她却是漠然喷出一口鲜血 终于是身体再也支撑不住 彻底地跪了下来 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在此同时 那半空中的古女本尊 也是一声叹息 然后身体重新化为一团森白火焰 钻入了红叶的体内 消失不见 没有红叶这个宿主的催动 古女就算是本身力量再强大 也没有用武之地 见得古女消失 红叶到底 那青面鬼的本体 脸上也是骚然涌现出一抹狂喜之意 看来根本不需要她费多大的劲 就能将红叶禽柱 加下来抽取古女的力量 和夺取后者身上的八尺穷勾玉 不过是信守年来的小事罢了 在那同时 从那青面鬼的身上 也是陡然延伸出了一道道黑色的处须 密密麻麻 犹如一条条黑莽一般 向着红叶的位置席卷笼罩而去 见状 红叶的敲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苦涩的笑容 她已经尽力了 接下来 她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在这种时候 她神经一松 身体也是脱力 向后栽倒了下去 然而就在她身体即将倒地的时候 一只温润如玉般的手掌 却是浮在了她的背后 然后生生地将她给扶了起来 一股极端精纯的真气 也是顺着这一只手掌传入了她的体内 暖洋洋的 顿时让得她几乎要游进灯窟的身体 重新注入了力量 她睁开眼睛 只见得凌晨那一张年轻又熟悉的面孔 映入了视线当中 主人 红叶吃了一惊 凌晨刚刚不是在酝酿着什么手段麻 现在 难道是酝酿结束了麻 然而正当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的时候 全身却陡然传来针扎一般的疼痛感 让她几乎瞬间眩晕了过去 好好休息 别乱动 凌晨平淡的声音在她的耳边回荡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全部交给我吧 相信我 听得这话 红叶的一颗心便彻底安定了下来 同时嘴角也是泛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现在她就算是想动也动不了了 后面的一切 便都交给眼前的这个男人吧 这样这天会连起来这个男人吧 这一刻 她还能走过来 我做不来 我也做不来